我是冬子哥 冬子哥是我们清华计算机系的研究生国奖 就为什么请冬子哥来 是因为我觉得人生就像打王者荣耀 然后对于新手小白来说 全局都是有这种战争迷雾的 对于什么就业 对于如何读研都非常的迷茫不确定 但冬子哥就是我们这盘人生王者荣耀的MVP 我们来请冬子哥来 我们分享一下读研和就业的经验 成同学过奖 然后我这套读研找工作的经验的话 其实是我长期思考的方法论的沉淀 因为我快毕业了 所以说希望把方法论能够传给实际师妹们 就是希望对大家有所收获 接下来我简单的从学业和实习方面介绍一下冬子哥 冬子哥在学业上可谓是小有成就 发表的顶绘论文6篇 然后其中一座有4篇 并且获得了清华的计算机的国奖 这个还是非常难得 在实习方面冬子哥也是去过 像桑汤快手腾讯和华为实习 毕业之后也加入了 非常火热的自动驾驶行业 另外听说冬子哥在学习之余的课外活动 也是非常丰富的 对我在学习之余的话 也会参加像学校的国表舞的一个训练 然后的话平时自己也会打下王者荣耀 这么多台多艺 我就要替大家问一下 冬子哥这么帅有没有女朋友 大家还有没有机会 有女朋友了 大家没有机会 不过大家不要着急退出 冬子哥接下来讲的东西也是一样精彩 冬子哥待会会大概讲些什么 这次分享的话 我主要是分享一下我在读研期间的一些经验 首先第一个的话就是说作为科研小白 怎么从零去产出一篇高质量论文 能拿到果奖的那一种 第二个的话分析一下 作为一个研究生 毕业之后到底选择就业 还是选择继续读博生造 都列了一些原因 大家的话可以去参考 我看了冬子哥做的PPT非常的贵福 从结构化思考的方面讲了很多自己建议和思考 我觉得对于普通学生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 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冬子哥 首先第一部分就是读研的一个分享 首先我是做人工智能方向的 那么关于怎么去入门人工智能算法的话 我主要是通过两个方面 一个是通过视频课的方式 一个是通过数据的方式 那这个其实在大家读研开始的时候 应该都有一些了解 比如说像视频课的话 像这个斯坦福大学的两门课 CSR29 CSR31N 还有就是我个人感觉比较好的一个课程 是国立台湾大学的李鸿一教授 他的一门课 就是他更加的深入浅出的 去把深入学习 机器学习里面的一些模型 给大家就是展示出来 然后也是更适合小白去上手的一门课 数据方面 因为上了课程之后 可能大概对这些模型 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那么如果需要深入的 对一些模型进行研究的话 还是需要去看一些数的 像深入学习和机器学习 两本比较就是重要的两本书吧 一本是花书一本是西瓜书 包括复线 还有就是后面的一些 尝试自己的idea 就是要做一些大量的实验 做完实验之后 如果有效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它形成一个论文 并且发表在 这个会议上或者说期刊上 这里面的话 就是这个过程的话 我给大家推荐一些科研的一些工具 像文献检索的话 谷歌学术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论文的一个资料库 那么在上面的话可以搜到特别多国际顶会顶刊的一些论文 相关的方向 只需要输入这个关键字 但是有一些论文 它是有版权的 这时候可能需要付费 如果想免费获得这些资源的话 可以通过 SDI Hub这个网站 可以进一步的去获得更多的论文 检索到大量论文之后 我们需要去对论文进行阅读 这个文章的数量可能特别的大 所以说如果每一篇文章都花大量的时间去阅读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我们需要去形成一个快速阅读的能力 在这里面的话 我推荐的话就是说 先大概看一下这个论文的题目 就可以知道这个论文跟自己的研究方向是否相关 确定相关之后 我们再看这个论文的摘要 看一下这个论文 它提出的一个主要的模型 主要的idea是什么 它需要去解决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如果反正自己感兴趣的话 我们再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框架图 框架图的话 可以更直观地让我们感受到它的这个模型 它的一个实现的原理 然后还有它的一个创新点是什么 在这里面的话 我推荐大家去B站 搜一下吴文达的如何有效阅读论文 它大概就是有好几个step 然后按照这个step一步步的去筛选自己 对自己有用的这样的一个文献 就可以在短时间内去阅读大人论文 另外的话有一个网站叫Paper Digest 这个网站它有非常多顶绘会议和期刊的一些论文 然后它是用一句话的概括方式提取这个论文的一个核心内容 这里面的话也是非常推荐大家去使用的 然后比如说我需要在顶绘ECCV上面去搜 跟我方向相关的一些论文的话 可以上面直接搜去年 搜前年所有的ECCV的一个论文 然后去筛选 阅读完论文之后 我们可能形成自己的一个 就是需要去复线论文 以及去做一些尝试 就需要做实验 这里面的话我们需要多组一个实验 去快速的迭代我们的模型 那这里面的话 计算资源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了 就是说如果我们有足够的一个GPU 去做我们的实验的话 我们就能够比其他就是说其他研究者能更快的去出成果 所以说无论是在自己的在学校的一个课题组 还是说在外面的实习 都是尽量的去跟导师去商量 就是说怎么去拿更多的这样一个计算资源去做实验 这样一个问题是非常关键的 此外的话可以通过Github的方式去记录自己的实验的进展 我们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会有很多模型的一个改进 那么每一次改进的话 最好把这个结果的话 把它commit到Github上面 那这样子以后我们做回滚 或者说做一些创新 就可以比较好的去在原来版本上面去做 另外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一个投稿时间去倒退实验进展 是我之前投CPR的时候的一个 投稿的一个时间表的一个安排 就是我当时是从最后就是11月中旬 他是提交DDR然后去倒推前面就是需要去完成的一些事情 然后当时应该是用了一个半月的一个时间 然后完成了这个投稿 就是从11月15号是投稿DDR然后倒推两周到11月1号的时候应该是要完成一个论文的一个出稿 然后再往前倒推的话是需要去再往前倒推两周的话是需要去做一个实验的一个 就是把Baseline的实验跑完 然后并且去做一些模型上面的一些改进 对这个是做实验的部分 然后实验做完之后我们发现有效果的话 我们就可以尝试写论文了 那么写论文的话 这里的话我们一般是用Latex来写 然后大家可以在这个Overleaf上面这个网站上面去来写这个Latex 它可以很好的去跟合作者去修改论文 然后写完论文之后我们需要去对这个语法去检查 我们可以用一些软件像这个Gramary 先对这个英文的语法做一个触碰筛选 那么后面的话我们在人工的去逐次的去检查一些低级语法 因为这个语法的话如果在审稿的这个过程还是比较重要的 如果太多低级语法的话审稿人其实会有一个非常不好的印象 此外的话做这个计算机视觉方面的一个研究的话 我比较推荐Wells这一个社区 它是一个华人最大的一个计算机视觉的社区 然后它大概每周都会有一些讲座 还有一些讨论也是非常好的 那这里的话我给大家筛选了一些 就是关于做科研方面的一些讲座 就是在这个Wells的官网上面去搜这样一个关键词 就可以搜到对应的一些讲座 都是非常好的一些资源 先回答一下就是之前问的比较多的一些问题 因为研究生的话可能任务非常多 像需要我们上课 然后还要做科研 还要参加一些学校的活动 实习什么的 那怎么去合理安排时间 那这个就第一点的话 就是我们要分好这个任务的一个主次 就是研究生的话 首先课程跟研究之间 我觉得重要的是做研究 我们我在入学 导师就跟我们说 研究生跟本课生最大区别 就是研究生 他的重心应该是做研究 而不是上课 所以说我一开始 其实是把这个重心放在做研究上 而上课的话就是完成作业 然后达到这个要求就好了 那另外的话就是 我们在做研究写作业的时候的话 就是还是要减少外界的干扰 因为我们身边还是会比较多 其他的一些肉货 比如说同学可能出去玩 然后之类的一些东西 那我们还是要先把自己的 就是本职工作先做好 然后才去参加这样一些活动 如果不能达到平衡的时候的话 我们要增加投入时间 因为相信大家都听过就是学习社交睡觉三选二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增加投入时间减少 比如说减少休息的时间 但是这个的话还是得看大家实际的一个感受 就是也不要因为休息不够 然后导致自己也做不了科研 这样子也是得不偿失的 所以说大家还是按照自己的一些节奏来 然后如何找第一份实习 现在的话就是如果自己一开始没有实习经验 然后去瞄准大厂的话 其实还是比较难的 因为大厂他候选特别的多 然后他一开始都会对有自己的一个门槛吧 然后对候选的要求比较高 那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首先要累积一些项目的经验 那么就可以通过参加学校实验室的一些项目 或者说通过开个比赛的一些项目 去累积关于这个机器学习 生育学习方面的一些经验 然后在累积完这些经验之后 我们再去做 再去尝试这个大厂的一个实习 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甚至的话可以先找一些比较小的公司 然后去做一些落地项目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公司 它的项目的话是什么样 是怎么去做的 然后也可以成为我们下一次面试的一个简历 上面一个谈资 然后可以尝试海投多家公司 因为现在相信大家 就是在无论是春招还是熟悉 就发现就是说公司 很多公司HC都比较少 那这需要我们去多多做尝试了 然后也成到我们通过了一个概率 我们海投多家 我们面试很多次之后 其实我们可以找到面试的一些套路 这样的话在后面的一些面试当中 会表现得更好 这也是为什么有人说 就是前面面试的时候 可以选自己不太想去的公司先面试 然后后面等到自己想去的公司面试的时候 就已经有经验了 这样的话也是比较好 怎么从零去产出一篇高质量的论文 对于我的一个经验来说的话 首先第一点就是打好代码基础 理论基础 对我自己来说 我在读研之前 其实首先去了上趟实习 然后在上趟实习的这段时间的话 就是也是培养了自己在代码方面的一个能力 我之前在上趟做的东西 其实是比较偏工程的 而不是那种科研的东西 当时需要做一个非常无聊的 就是把PyTouch模型转成Cafe模型 这里面的话 其实需要对模型里面的一些 就是对这个代码 无论是Python代码 还是CIA代码都是需要比较了解 然后需要去看这些框架 PyTouch和Cafe它的一个圆码 虽然说当时的我看上去 就是说觉得很无聊 但是我发现后面对我去理解这个神经网络 还有各种模型 它底层的一些东西是非常有用的 所以说多看这个模型的圆码 那看完这个圆码之后 你才知道下次如果你要修改这个模型的时候 你需要去改什么样 什么样的一个地方 所以说这个就是代码基础 理论基础 就是说反向传播 你是否知道它它的一个理论的推导 就是这样一处里面都是有很详细的一些推导的 就大家不要去忽视这样一些理论的东西 因为这个东西可能对你 可能是你会发现它里面有一些改进的点的话 就可以做一篇新的论文了 这些在面试的时候也是会问到一些基础的问题 然后第二点就是掌握 熟悉掌握科研的工具 就是我刚刚介绍的 关于做科研整个思路 在每个阶段 比如说文献检索 还有就是怎么去读论文 对都是有一些比较别人可以借鉴的一些经验的 然后需要我们就是多跟实验室的一个使用师姐去请教 或者说在知乎啊 B站啊 还有Wells这些网站上面去多寻求一些帮助 然后使得自己能够就是能够熟练去掌握这些东西 第三点就是有充足的一个计算资源 因为想象一下如果一个是只有一块GPU的一个一个实验室 一个是有100块GPU的一个实验室 那么我们要做三个月才能够比较过人家做一天的实验 这样的话我们肯定是做不够别人的 所以说还是最好还是说要找一些GPU比较多的一些地方去实习 这样的话能够去快速的去让自己能够产出成果 因为做实验的话它其实是一个不断的去试错的一个过程 不可能一次实验就就可以的 就是需要日夜夜 然后堆大量的一个计算资源 多做尝试才能够去处于比较好的成果 第四点就是有靠谱的指导老师 因为我们刚刚做科研的话 可能就是不太懂这个科研的套路 还是需要有一个比较年轻的老师或者说实用师姐 愿意去带我们去帮我们 去跟我们一起走一下 这个就是从这个问题提出 然后到中间这个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怎么去修改 怎么去打磨我们的想法 打磨我们的idea 最后的话去怎么去撰写一个论文 就是需要前人去就是说比较靠谱的一个老师 或者实用师姐去带我们走一下这个流程 如果自己去摸索的话肯定是有非常多的坑的 所以在这里面的话就是最好一个是如果实验室 有类似的这样比较厉害的生用师姐的话 一定要抱紧他们的大腿 或者说如果没有的话可以尝试去找实习 然后在实习里面如果mentor是比较厉害的那种 也是非常好的 像我之前的论文的话 其实也是很多是在实习的时候发出来的 第四下一个问题就是实习和科研如何有效结合 因为研究生来说 其实最后的话都是需要铲出论文的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去实习的话 我们可以着重的去考虑跟我们在实验室 跟我们在就是学校的这边方向比较match的研究部门 这样的话我们做东西是一致的 这样会会比较好 因为这样的话我们的学校老师可能会放我们去实习 另外我们的我们做的东西可以去写在我们的毕业论文上 那关于员工智能方向的话 其实可以选的是很多的 有很多lab像msra华为腾讯 阿里矿氏上他很多lab都是有做相关方向 大家就是要选就是跟自己方向match的这些小部门 对要多打听那些那些小部门 他的matter是比较靠谱的 第二点也是比较重要一点 就是其实在实习如果要发专利或者发论文 是需要涉及到一个论文挂名的问题 很多学校导师其实是比较在意这个问题的 所以说我们首先跟这个学校导师去沟通这个论文 他比如说企业的话 他能不能挂咱们学校是唯一的通讯 或者说他只能挂咱们学校是共同的通讯 这个都是需要提前去沟通的 就是最好是在实习之前 就是实习刚开始就沟通这件事 而不是到论文已经写完了 然后最后才发现 企业他只能给学校挂一个共同通讯 但是学校老师又希望是拿独立通讯 这样比较尴尬的局面 所以说还是需要提前去做一些沟通 关于就是毕业之后 是就业还是读博 我在这里的话列了几个原因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就是就业的话第一点是不想做科研 因为我感觉兴趣是读博最大的一个因素吧 就是如果没有兴趣的话 读博还是比较艰难的 需要短则三四年长则五到七年 这样的一个时间还是非常 如果没有兴趣还是非常难受的 所以说兴趣必须是地位 第二点就是说就业 想早点进入工业界 然后想抓住现在的一个硬科技的风口 像半导体 新能源自动驾驶这样的一些风口 所以说怕担心就是读博之后 可能这些风口已经过去了 第三点就是硕士毕业之后 去工业界能够拿大产人才计划 在一个四到五年之后 他可能比一个博士生刚出来 就是说他在企业上面 他累计的经验的话 其实是会更好的 相比于这四到五年去拿去读博 像那个读博在学校的一个科研经验来说 他在企业累积的这种落地的经验 可能会更好 关于读博的话 也有三点 第一点就是喜欢科研 然后未来想走体制内教职 还有企业的科研港 这种的话博士 他的优势其实是远远是大于硕士 比如说体制内教职 这些是可能是特别明显 然后企业科研港其实也是更偏好博士 就是以我之前的一个 就是在企业的一个实习经历来说 博士他的一个精神空间 还是就是对于科研港来说 他的一个精神空间 肯定是远大于硕士 第二点就是喜欢科研 然后读博 读博期间成果很多 能做出很有影响意的工作 在你的小领域 已经成为一个结交者 这时候的话 左工业界 而且大概率能拿这个博士 非常推荐大家去读博 第三点就是不太推荐的一个情况 就是成果一般 就是比优秀的硕士好一点 甚至差不多 第一的话也是走工业界 这个时候可能跟优秀硕士相比的话 就是没有太大的一个优势 对因为如果不是走科研方向 而是走这种落地的话 其实跟硕士跟优秀硕士比的话 优势可能不太明显 这时候的话就是不太预先读博 下面有两个tips 第一点就是尽早做决定 就是最好是在研医 研医刚入学 或者说做科研做个半年 就是能够决定自己能够想去就业还是读博 因为这两个方向 其实准备的还是不太一样的 比如说就业的话 可能就是要提前的去做刷题 然后如果是读博的话 可能要准备一下英语 对就是如果能尽早决定的话 就能够有效 就是增加这个有效投入 避免走弯度 第二点就是如果想进工业界 办情况下硕士毕业之后 一般是直接就业的 如果觉得自己博士 能够出非常多成果 然后成为这个领域的一个 比较知名的一个人的话 那么也是可以考虑读博 那么非常感谢东子哥 给我们今天分享 他的读研期间的经验 如果大家对这次采访的PPT感兴趣的话 欢迎大家关注东子哥的公众号 机器学习与3D视觉 或者扫描图上的二维码 回复采访就可以获得 本次东子哥的采访PPT 那就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记得一键三连 拜拜 你跟他们一起交流会有落差感吗 铁定学亏 黄问鸡还要点小分 那个猪脚犯还不肯多加一个卤蛋 上周学长一个人偷偷去参加 这不是我的频道 不是应该我来说 你来说吧 上周我去参加这个同学的 硕士同学的一个小聚会 然后在广州 然后回来学姐就说 这么好玩的局都不带我去 我说我们这个是专业同学局 一个是这个某互联网大厂 不能讲名字 然后这个五星员工 然后现在的话已经离职了 就是要自己做点事情 一个是在这个硅谷做AI工程师 然后还有一个是原来在这个宝洁的快销 然后现在到了这个上市公司做了董柱 刚好这一次跟他们聊聊 有些感悟 我还发了一条动态 然后增加了一些大家对于这个专业就业的问题 这次专业唠嗑视频 我看到大家关心的问题和我一样 多少钱 你们这个专业应该是很 就是money比较多 大家在线下都比较礼貌 都是什么学长学姐你们 好 然后到线上就是 你这个多少钱 我们都是文明礼貌的人 不能这么直接问 要怎么问 你要问他说 你年薪几位数 年薪几位数 开玩笑 我问了 就大概是比如说 他们这几个还比较有这种代表性 我们就分三类来说吧 第一类互联网大厂的同学 他说有一个小程序叫offershow offershow上面呢 就是能够看到 你说的这个硕士 博士同学这个薪资的范围 他这个范围是基本就准确的 所以说大家都可以去看 然后他们每年还有两次条性 所以你这次是不说的是吧 80加 就他工作两年可以达到80加 明星 然后这个硅谷的这个同学呢 也推荐一个地方叫这个一亩三分地 所以那个大厂的是80加 大厂是80加 硅谷的这个呢 起薪他当时已经是破百万了 这人民币破百万 然后就第一年啊 他现在的话 他不说他叫我自己去看 然后这个快销的这个同学呢 之前在宝洁 他说外企的这个薪资体系 都是非常比较这个透明的 具体的话 我给大家找张图吧 其实我还挺好奇一个问题的 就是你三年以后跟你的同学 聚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早早工作的人 每年已经可以赚很多W了 但是你每次点那个点外卖的时候 还要优惠剧 还优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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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猪小伴还不选择 加一个五代 你心里会有落差感吗 这个怎么样 该省省该花花 那个落差 急着自己就去酒吧 是 落差感肯定是会有的 但是就是说 读博也是一种不一样的这个人生体验 就他们经常就安慰我 他说哎呀好羡慕你还在学校里啊 不用打工啊 也许人家只是个客套话 我也听不出来这个到底是客套话 什么的 然后我也就做完 我也就说 是不同的体验 我觉得确实可能是 我觉得确实吧 可能就是打工用打工的能苦 然后上学有上学的轻松 你要我说 我觉得这个羡慕 这个等级是真的是没法穷尽的 因为我听学长讲他们的这个工资 那我们文科生 像我一句话也没说 我们能说什么 但粉丝里面肯定有很多 是我这个心态 什么动辄什么几十万几十万 我们这动辄三五千 原来不是有句话说什么 魔道鼓舞砍材工 读完硕士在打工 我觉得可以的 你读完博士在打工是吧 反正终究是打工 对 所以你们到底在聊什么呢 我们这次的这个主题 是有关于这个能工智能创作的 你们聊这么正经的话题 对啊 就什么AIGC 因为那灰谷的同学回来嘛 然后又有广告行业 又有游戏行业的同学 然后他们就聊说这个能工智能 怎么在他们的领域上去用 就不知道这个圈外的同学最近感觉 这个能工智能怎么样 我们这圈内的同学 每天感觉跟过年一样 我感受到了 就是学长每次有一个什么 就前一段生什么 切了GPT 就各种工具 他就会说 快过来快过来快过来看 然后怎么怎么样 大家分享 就是圈内和圈外同学是不一样的 学姐每次就 什么 不要跟我讲 因为就是人工 因为我不了解 所以我就觉得又怎么样 是不是跟原来又一样的 又差不多的 就那样的 你每天都有新的工具出来 天天都有人开发小程序APP网页 所以我就麻了一击 所以这一次呢 作为我们这个AI专业的同学 我们感觉是真的有点不一样 哪些不一样 这个能工智能创作 像这个Me的Genie 和这个OpenAI的这个TrackGPT 它是你真正可以用 它可以马上就可以加入到 你这个学术写作 或者写邮件的那个工作流里面 你想想心动不心动 马上就有一个智能小蜜 来帮你写邮件 我给大家举一个 这个最深度形象的例子 就我原来特别害怕 写这个英文的邮件 因为它本 用什么格式啊 用什么礼貌用语啊 你又不知道讲得合适 有没有写错 我现在就是 把包包包我的意思 告诉给这个TrackGPT 然后它马上就能 把我写出一篇 至少八九十分的一篇 这个英语的邮件 所以你用在了什么场景中 我也来吹这个美国大使馆 把我办签证的邮件啊 包括和美国那边学校的 这个小蜜的联系的邮件啊 还包括一些和老师 一些正式的邮件都用上 大家可以设想呀 你只能把这个上下文 和你要表达的这个中文的意思 告诉给这个TrackGPT 然后它就能帮你生成出一篇 有这个礼貌用语 又有格式 然后又有 前系中系后系都有 对 又有中心思想的东西 然后你还不用害怕 它有错笔字了 还有很多我们同学 用它去改这个英文的诺文 它感觉要比自己 写出来的要好很多 然后现在是呢 我们这个智能工作有小命 但是我们这个生活上 这个体力工作上 还没有这个小命 正从我们几个同学也聊起来 就毕业这几年了 工作啊学习啊 都越来越忙 然后忙起来之后 就感觉这个脖子 就会很不舒服 轻则可能是酸类的 重则可能都要去看医生了 你不是去看过吗 最近在准备写论文的时候呢 经常也是这个移坐一整天 时间一长呢 脖子就会感觉 这个特别硬 特别的脏 严重的时候呢 这个抬头低头 还会有这种晕晕的感觉 一点呢 就劝我多注意一下 所以最近呢 我也用这个SKG 颈椎按摩仪做放松 去年教师节的时候 我们师们就送了一个 SKG的按摩仪给导师了 教师节礼物 用起来呢 是有这种酥酥麻麻的 这种感觉 和我们传统建造的 那种机械按摩仪不一样 脉筹按摩的原理呢 是给酸脏的肌肉呢 发送一个这个运动的信号 让肌肉自己去拉伸 而不是靠外力去挤压 肌肉活动开了呢 自然就不会这个僵硬和紧绷了 以前在家呢 学姐也是经常让我帮她按摩 但是我按一会呢 这个手就酸了 然后学姐还嫌我 这个力气不够大 按不到位 SKG这个按摩仪呢 用的是这个中平脉筹 能够直接按到脖子的 这个深层的肌肉 最近学姐喜欢油纹的时候呢 就会用这个按一会 比你按得舒服多了 坚持用还会更有效果 自然模仪呢 还有一个亮点特别吸引我 是她比较这个小巧轻便 像我们这个平时 出差坐动车啊 或者日常的通勤 都可以把它挂在脖子上 或者揣在包里 非常方便 推定让她可以试一试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Mr.Janny 意思就是你只要给她 这个提示词 她就可以生成你想要的图画 比如说小蛇 经常有时候提一些 比如说她叫海豚车 海豚 什么三个头的蛇 五个头的鲨鱼 这都算了 她是海豚车 就海豚下面有轮子 然后这种东西 你看小孩的想象力 我就把这个东西 告诉给GBT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还有这种会走路的鲨鱼 会哭泣的虎鲸 那是不是因为有什么 科研的重大发现 或者原理性的重大突破 让今年就变得这么快呢 UI不是有那个图灵测试吗 就是说你如果去 跟一个机器人聊天的话 你发现不出来 它是一个机器人的话 它就通过了这个图灵测试 就觉得它已经可以扮演 一个真人的形象 然后它这次的这个 ChartGPT 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能力 就我们原来 像我们家里都有些 什么小米音响 和小竹鸡 大家不会主动说 我去跟他聊一聊 因为我们会觉得 它是一个机器 他很笨 然后他没有什么智能 但是其实这一次 这个ChartGPT 为什么我们会愿意 去跟他聊天 去跟他工作 因为我们真的 认为它是一个 非常强的一个秘书 或者是小秘的 人类的思维体现在了里面 然后另一方面 也就是意味着 人类现在有这种 大规模复制 这种智能的能力了 就原来有一个东西 叫摩尔定律 它讲的说 这个地球上的 这个芯片硬件的数量 它每隔18个月 就会翻一倍 你想想就从2到4到8到16 它这种指数 在这样增长上去 这个OpenAI的创始人 他提出一个新的摩尔定律 又叫这个奥特曼定律 就这个人 他的名字叫奥特曼 他说每过18个月 这个宇宙中的 这个智能体的数量 也会翻一倍 那个事情就很可怕 你想想我们人类的话 我们两个人 只能生一个人 但是智能体它不断复制 不断复制就特别多 那就会出现一种智能体 来统治人类 人类变成一个弱势群体 或者叫小族群 所以大家又把这一次 称为这个规机革命 就我们人是由这个碳组成的 我们叫碳机生物 然后这个智能体的规组成 所以它就叫规机生命 这样把这个潘多拉摩盒 可以打开了 人类创造一种 可以来统治人类自己的一种生命 觉得你们 就是你作为人工智能 发生的就是业内人士 我不是业内人 你也认为打工人士 你的AI对以后找工作 真的有影响吗 我看其实很多人还挺担心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影响很大 就国外也出了很多报告之类 我自己的几个想法 第一呢 它肯定是什么这个 工资高的先开始替代 就是说 它先把我们这种程序 什么之类的 先会一部分的取代 所以它会取代科学家吗 这个谁 我对于这个事情 都还是比较乐观 他们经常说的一句话 就是说 它创造的工作感 肯定会比它替代的还要多 对 然后甚至就是说 我们可能不用工作 那么辛苦 然后 另一个想法就是 我们要更加主动去拥抱 就是和AI一起工作 比如说现在 用这个东西去生成一些 模特的图 还包括像我用它来写邮件 改代码 甚至是让它作为 这个心理讯息师 或者是老师 来帮我们解决一些 我们生活的问题 另一方面 我觉得这个产品 它现在做的 还不是特别的完美 因为学姐 还没有达到 这个学姐的 那个严苛的治检标准 学姐觉得还 暂时不能用 就是学姐有一次 用它去处理了一些东西 然后她 取二胎的名字 包括取二胎的名字 我把我们全家人的名字 告诉她 然后告诉她 如果我想生一个二胎的话 帮我们取一个合适的名字 结果她取出来的 还达不到这个学姐 这个文学审美的标准 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拜拜 哈喽大家好 我是唐哥哥 哈喽大家好 我是陈同学 今天这期视频呢 想跟大家聊一聊 幕府这个现象 特意拉了学长过来 什么叫幕府啊 幕府就是最近的一个新闻 然后大家对一个富二代 就是极尽崇拜和羡慕之情吧 其实已经有很多博主书了 但其实我们今天是想借 我们读过的一本名著 来跟大家分析一下 这个现象 这本书已经拍成电影了 而且是我们俩谈恋爱的时候 你带我看的 不了不起的盖茨比 我能想起来 就是我当时大学毕业的时候呢 既看了这个中文的原著 然后又补了电影 还把自己的这个微信的头像 都改成了这一张 书籍的这个剪影封面 这本书讲的是一个 通过自己奋斗的那个新兴富豪 那盖茨比呢 爱上了这个传统富豪 Tom的妻子 Daisy的故事 我以为你要说爱上了Tom 我笑了一跳 我看第一遍的时候呢 就觉得这个女主角呢 Daisy实在是太漂亮了 觉得Daisy很单纯 所以他撞人以后 什么也不知道 觉得盖茨比 最后没有跟他喜欢的女生 Daisy在一起 感觉太可惜了 Daisy就像一个 小白兔一样的一个角色 对 但是我后来 看完这个电影之后 学长又给我推荐了书 我就看书的时候 我就发现 我未没有能理解到 这个作者背后体现的深意 感到羞愧 那背后到底是一个 道德的沦上 还是法治的缺失 我们今天让学姐 给大家唠一唠 我翻开书的第一页 它上面就写了 它说 每当你想要批评别人的时候 要记住 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所有的人 都拥有你拥有的 那些优越的条件 一开始我看这本书的时候 我以为 他只是为了劝我们善良 我一开始感觉 是非常谦虚的一句话 但其实作者呢 菲茨杰拉德 是借这句话 想跟我们讨论 在巨大的贫富差距下 普通人的奋斗和道德 显得非常的无力 就跟如今大家讨论 这个寒门学子 其实是一样的 你还记不记得 电影里面有一段 非常经典的争吵 这个Tom呢 就去嘲笑这个Gatsby说 哎呀 你这个学历是不是造假的 你就是一个思绪贩子 还嘲笑他的这个品位 说就不是这个郑黄旗 对 就嘲笑他的努力呢 就是怎么努力 也比不过我们 我当时看到那一段的时候 就觉得这个嘲笑 非常像这个精英阶层 阶层对小生作体家的嘲笑 而我之前呢 特别喜欢这个Daisy 但是在我看书的时候 我的这个滤镜就碎了一地 然后我看书的时候 我才明白这个 作者为什么要给他取名字 叫Daisy Daisy的英语名字呢 将是雏菊的意思 雏菊呢 就是纯洁无瑕的意思 其实是他自己戴着 纯洁无瑕的这个面具 骗过了盖茨比 甚至骗过了我们观众 让我们觉得 他是一个人出无害的小白兔 但其实他不是一个 纯洁的傻女人 他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 而且是一个 非常精致的利己主义 书里面有一个情节 Daisy发现 Tom出国以后 非常的痛苦 那书里的这个Daisy的表哥 Nick呢 就去问这个Daisy 就跟他闲聊安慰他嘛 他就说 哎你女儿怎么样 然后说到他女儿 他当时就哭了 因为他生完女儿之后 这个Tom呢 就是在产房外 就直接走掉了 去找他的情妇了 然后这个Daisy 当时生完孩子之后 他就很难过嘛 他就问那个护士 他说护士生的男孩 还是女孩 那个护士就说 生的是一个女孩 然后这个Daisy就说 女孩好啊 女孩好 对 他说我很高兴是一个女孩 我希望他将来是一个傻瓜 在这个世界上女孩 最好当一个漂亮的小傻瓜 就是a beautiful little foe 他说当一个漂亮的小傻瓜 就是一件最快乐的事情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呢 我一开始跟你一样 也不太懂 傻白甜的白蜂梅 差不多吧 然后我看到后面 我注意懂了 他之所以这样说呢 其实他是想用这种傻 给自己戴上纯洁的面具 这样呢 他做了任何的坏事 大家都可以通过他纯洁 他傻 替他抹清这个责任 那我还真没看出来 原来还有这么一层 更深层自然的意思 对 但是我们通过这个电影结局呢 都知道他并不是一个 非常纯洁的人 我不一定能够感受到 但是我觉得他 可以说是不是一个善良的人吧 对 而且他百分百 不是一个很傻的人 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因为他最后完美的甩锅了 甚至他在知道自己杀人以后 就立马逃离 而且他知道了 非常爱他的盖茨比 给他顶包的时候 他没有给他留个一个信息 非常这个精致力极注意者吧 所以菲斯杰拉德 他就是用这种一种讽刺的手法 就是用一个外表看起来 单纯善良 纯洁无瑕的人 来揭露了 其实他们的内心 是非常的自私自利的 你所看到的很多真诚善良 其实都是他们给自己戴的面具 实际上呢 他们最爱的是他们自己 他们只想维护 他们这个阶层的利益 所以尽管他的老公 Tom呢 就出轨啊 然后做了很多无恶不作的事情 他还是最终选择了 跟他在一起 因为他们是同一个阶层的人 哪怕他是一个真诚善良 非常爱他的人 为了他义无反护的人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书 其实最终反应的是 两个阶层之间 巨大的这种混沟差 也难怪就是这个作者 他给了这个盖茨比 非常高的一个评价 就是大家都知道 最后呢 这个盖茨比是被这个枪杀掉了 我一开始特别不理解 就作者为什么一定要写一个悲剧 把一个这么就真诚的人 就这样一枪打死了 悲剧最能震撼人心 那把一个很美好的东西撕毁呢 其实是为了警醒我们 在现实中 我们真的不要对权贵 或者说富裕阶层 有那么高的滤镜 投授这种超长的关注度 或者说倾慕之情 因为你的关注和爱慕 就像这个盖茨比 对Daisy的这个关注和爱慕一样 在他面前是不值一提的 甚至到最后 你们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 他会毫无反护地就抛弃 抛弃 就像盖茨比最后死了以后 大家也知道 就没有一个人来参加他的葬礼 甚至没有一个电话都没有 书中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叫做Nick 那他是这个Daisy的表哥 然后他通过Daisy和盖茨比的关系 认识了盖茨比之后 也和盖茨比成为了朋友 那这个Nick呢 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我觉得作者他有很多观点 他用了他的视角在写作 对 因为这本书呢 就是以Nick的视角来写作的 那这个Nick呢 近距离地观察到了 他们之间的爱恨纠葛 而且还见证了盖茨比的结局 那最后呢 这个作者菲斯杰拉德 借这个Nick的嘴呢 说出了他自己的价值观 他是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呢 在盖茨比死之前呢 这个Nick呢 对盖茨比说了一句话 他是这样说的 他们全部腐朽软弱 他们全部加钱呢 还比不上你一个 那句话呢 也是Nick对盖茨比说的 最后一句话 然后也是作者 其实想给我们传递出来 明确的价值观 就是作者是欣赏这种 从无到有从零开始 慢慢奋斗起来的创意待 而不是在精英阶层中 那群披着伪善外衣的这群人 书中的结局呢 其实就是Nick对这个 纽约的失望透极 他觉得非常的虚伪 然后最后选择的离开 其实我现在跟大家聊 这个故事 我还是能感觉到作者 他传递给我们的这种价值观 就是他希望我们能够 远离这种纸醉金迷 远离这种喧嚣与热闹 就更加专注自己的生活 这部小说呢 也是在某一次的评选当中 获选这个美国20世纪呢 最伟大的小说的榜野 其实我们所处的这个当地世界 和当时那个美国 纸醉金迷啊 或者说娱乐致死的时代呢 也有某些地方是有相似之处的 所以我们也可以通过 那些时期伟大的一些文学作品呢 来启发我们的思考 其实与其在互联网上呢 把自己的很多精力 投入在窥探有钱的人的生活 或者对他们投入过多的关注 甚至贬低自己 矮化自己 还不是多关注自己的现实生活 然后在现实生活里披荆斩棘 其实我们正确的应该就是 既不要贤僻爱富 也不要就妄自菲薄 我觉得学姐从这个文艺批评的这个角度 确实给我们解读出了不一样的事 所以文科还是有用的吧 非常有用 就是说文科森通过改编理科森来改变世界 是好像有点套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这种两个人 一起来聊一聊的话 点个一键三连 我们以后会更新更多这样的视频 会想讲一个我自己觉得比较有感触的一个话题 考研的同学和这种保研上的优生的同学 有什么区别或者说有什么优势或者是劣势吗 他是可以说的吗 我可以对他说了 而第二个呢就是怎么去自学能文智能AI 或者像做科研上的我自己走过的一些文物 我觉得考研的第一次 你经过了大概半年到一年的那个学习 很明显的就是这个基础就都是优点的 那么学研的可能就是说问题的意识不是很强吗 并不能就是很好地区别于什么是好的一个科研的问题 现在自己讲讲的最大的学研其实就是 天后做到很快的上到科研这种 这种的迎辉途远 我们在考研当中花了很多苦功夫 我老有很多笨办法 然后可能可能拿到的结果 但是做科研的战场已经是改变了 他不单纯是在吃基础 然后更多的是你要能够发现很好的一个问题 或者说解决问题的方法 对于这个考研的同学来说呢 其实也就是说你在考研的时候 做的一些什么数学题啊 例如题啊之类的 都是有一些这个考研名师嘛 我在刷一些别人给我一个跨度的一些好的题目 其实在读研究生的时候 其实可能这个题的话就要自己去找 你要自己去判断说 这个题是不是一个好的题 那即使是这个老师的课题呢 你要去问自己 要不判断说 它有哪个好的解决方式是你可以做出来的 那到了博士生的时候呢 你要自己要出题 出一个好的题 然后你才能把它很好地解答出来 那么接下来讲一下 我自己的这个转业数据科学 或者说人工智能 大家自从知道我是学这个数据科学之后呢 就不断发私信来问我说 哎呀学长怎么学拍层编层啊 然后学长怎么学那个机器学习 深度学习人工智能啊 然后学长怎么样 然后找这个研究方向 学路文发学文毕业 找工作 今天就我自己走过的一些弯路 两个两半 前天刷那个知乎 然后有一个那个问题 如何系统的自学这个机器学习 然后呢 我心想 因为哪个移交号 又开始来一起回答这个问题 让我点击去 好好批判一下他 然后再点击去 然后发现是那个温达老师是吧 但是温达老师那就算了 初学者可能大家还不太也知道这个温达老师 温达老师就是这个世界上所有这个学这个机器学习 深度学习的人 90%以上都是跟着他的课程入门的 就他本身是这个斯塔福的教授嘛 然后很早时间就在教这个机器学习这本课了 然后我前两天跟一个MIT的一个国师聊天 然后他说他们也一样 他们说他们也是看这个温达老师的课程入门 所以他们说全世界的都是通过温达老师入门 那他实际上就讲到 他说怎么样怎么样来这个自学的 他说首先呢 你要找到一点编程基础 注意啊是一点 然后待会会说这个一点这种意思 而第二个呢 你要找到一点基础学习和数学的基础 那么第三个呢 你要找到一个领域长久的待下去 基本上就是任何三个 那这三个是不是听起来 像说怎么样把一个大象的放进冰箱里 就是第一步你要把这个冰箱门打开 是吧 第二步你要把这个大象放进冰箱 那第三步在那边或者冰箱里关上 所以总共是分三步 那么其实这三步里面呢 其实会有非常多的坑 我就讲到我自己学习当中的一些坑了 那首先来讲一个Python Python变成这个事情呢 其实是非常神奇的一点 所有没有学过Python的人 都会觉得这种技术非常神奇 比如说B站他们吧 合同学院用它来控制这个树莓派 然后智慧军呢 用它来控制这个机械币 然后还有那个吹同学呢 用它来轻动一些AI的程序 都感觉它用得更方便 就是说不贵的人给它很神秘 但是贵的呢 每个人能够说这么接受的 其实很简单 在自学这个Python的时候呢 我觉得其中有一点 就是特别特别重要 就是就是千万别学多了 所以我认了老师他在前面 其实他加了一个信地语 还将军可教的第一名 就是例如说有一些培训机构 他卖这个Python课嘛 他把完一门课就做得非常的垄长 因为水市场的话 这样才能卖课才能赚钱嘛对吧 正确的学法 我给大家说一个小例子 大家可能就能买了 刚上研究生的时候 然后我是灭了一个 就是浙大智商系的科班出生的一个朋友 然后我就去问他说 怎么学一个Python 然后那个同学丢了一本书给我 他说你把这一看四个小时 一个效果就学会了 我当时心想这也太重要的话 这么神奇的技术 能够四个小时就能学会吗 但是后面我自己学一下 后面自己用一下 就说我感觉四个小时不能再多 再多的话就受不了 是这样的 不是说这么技术 就是说你四个小时 一定能精通这些东西 但是四个小时你可能只能办法 这两个小时大概是一点点 但是其实这一点点就已经够了 因为你在以后用的当中呢 你应该是不会什么的时候 在去查什么 然后你在那个项目当中 你才能真正的学会 就是说你即使把这八十个小时 耐心的全部看完 其实你到真正利用的时候 你该不会还是不会 你就得说学了白捷就卷了白捷 就这么个一层 认多的当中 你应该要去项目和实战当中去学 然后不断的反复去练习一样 你才能真正的去找 那一点大概是多久呢 大概就是我说的这个四个小时 到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不能再多了 就大概是这样 因为在你自学的时间过手呢 其实你的耐心啊 你的一些耐力啊 你的坚持啊 基本就会挪灭了 你以后就被用力带来任何的信息 就进入那个选者模式了 我当时是看那个 一个叫六学通Python的 还有一个网站 我就跟那个网站 拿下那个一些 例子要重看了一遍 然后另一个呢 是一系根大体 有个Python的课 在那个冰箱上 我再给我把那面接的 都附在这下面 其实就大概来跟那些经典的资料 大家要看一个最多艺术时间 就要把这个基础去获了 就获了的意思就是说 你要进入到下一个阶段 那么我们今天说了这么多之后呢 聊一聊 人工智能在这个创作方向上的应用 向大家介绍一款AI写作的高效免费工具 蜜塔写作猫 它有三大功能 中英文纠错 改写和获取网络内容 可以助力我们的这个论文写作 比如我们可以用改写功能进行这个论设 大家经常看我这个BB空间 说就像在看这个蝉蝉剧 那我们来看下它这个改写内容 能不能让我们的话更合理一些 它改写成了这个女人离不开男人 正如鱼儿离不开自行车 就是你看它做了这个同意词的替换 把这个自行车呢换成了单车 那么这个古文改写呢 它改写成这个女不可无难 犹如鱼不能无车 觉得这个迁移到这个论文场景下 其实还是很好用的 那么我们再来试一下它这个纠错功能 那么这句话说进去 果然和学姐说的这个错误一致 那么除了这个简单的错别字之外呢 它也可以检测这个多字啊 少字还有其他的这种错误类型 那么除了中文呢 大家论文在要写作的时候呢 还需要这个中英文互翻 我们看一下它这个英文翻译的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是改得非常好 这只要稍微修改一下 就可以直接拿一张方译来用了 第三呢是这个网页捕捉功能 它可以使用这个插件来解决 这个网页无法复制的问题 例如呢文库就不让我们用 一个一点一点的打是很浪费时间的 我们用这个密塔的插件呢 这个文字识别功能 获取你想要的内容 那么更多的场景呢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去探索 那么第二点呢就说到这个 这个机器学习和生物学习的基础 我们经常说这个什么 呃能工智能啊 就是AI啊 和这个Machine Learning啊 Machine Learning啊 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啊 都非常经典的 就是说那个AI可能是最大的 Machine Learning是二级的 Machine Learning是三级的 意思就是说人工智能是最大的 你光是那个计算机啊 还有很多人在学 可能还有一些什么搞哲学啊 搞人工科学啊 什么它呢 各种都可以涵盖在人工智能旗下 因为这个生物学习呢 就是进了什么来 因为神秘网络 算力和数据的一些发展 呃 导致这个领域蓬勃发展 然后旗下呢 可能会对应的一些下领任务 比如说我们经常听说的 什么计算机试题啊 什么什么自然语言处理啊 这就意味着 其实这些领域 它卡在了特别的 如果你每个都想去接触 然后每个都想去 拿来学金来的话 其实就意味着 你没有一门可以学金 可以有真正的进步 就像我前面说的 就是说你只是学了 Python的一些钱都要爬 从什么 你不去在你的科研 或者是有一个项目当中去应用 其实你就等于学了 你白学了 就等于没学 其实这个 这个都是眼神天常的可怕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的 前面也要加就是这个艺顶 就是你要加那个艺顶 就是就是 只能拉一点点 不能拉多是吧 其实这个问题 如果一旦搞成很多的话 就是你根本就搞不懂 就是就是 我觉得是我自己是 没有一次性全力白过 然后就要不断地去学 就是他这个 这个给大家举个例子 就是那个 陶志轩老师 他在讲数学的时候 他给你一张图 大概是 大概是这样 经理数学的知识 就是我比如说 我们小学小学习的数学呢 可能就是这个三公团的 一个小间间 大学习 星期大数啊 高数啊 全部的加点 但是可能你学到这里的时候 你大概只能看到三的一个上面部分 但是你越学越多越回 你到下一个的时候 你会你才能看清楚 整个这个数学的全貌 其实其实这个统计 知识学习的 它也是类似的 因为它本身 它就是要统计嘛 它就是 就是一种数学 然后啊 其实你可能看到一个什么数据学习 是他上榜的 他可能只是 就三间 然后你要懂得它 基础的这个全貌的话 你要学下 就各种各样的数据 就给大家上一张那个数学的深海 所以这个 知识的时候 特别要注意就是说 你 你不要吃下去的时候 一次性就能把他搞不懂 你可能每次只能懂一年 那是你要全方往复的话 每次都有新发现 每次都有新感觉 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 在这个自学 接学习讲完 自学的一个深度学习是什么的 自学深度学习这个关系 就比较曲奇 所以那个深度学习 其实也有 不同的一个入门方式 也有不同的门派 像什么武当啊 少林啊 俄美啊 甚至还有一些什么魔教啊 什么各种东西啊 就是 比如说 比如说 非常吃 这个数学基础 那你就从少林 就能稳达稳达 就是这种感觉 是吧 那比如说像盖刀 那这种就是 纯实战型的 就是一计算机的人 那他学那个 gip learning 他说 我什么都不管 我直接带来 我就用代码去实现某种算法 然后 或者来实现某种能力智能的功能 然后反正我能把它调通 那我就觉得 我自己能找懂一些 就是一些 那当然这也是一种 一个入门的方法 像非常著名的那个 first AI 的那个创始人 他们基本上 就靠这一套去 去教学 就说 我什么都不管 不是来到一些项目 让你把一个真正的能力智能 这个输入 输出 给它调通来 当你自己有这种成就感之后 然后去学 所以他这个有一个像 就是说直接上一个实战 这也是一种学法 然后还有一种 就是说实战和理论相结合 就是像我们研究生课堂 那种可能一学期二十周 然后你继学理论 也做项目 那这种有点像 就是什么武当派 什么的 反正就是 实战理论相结合 这种学法 关键有一点就是说 要学得快点 就不要那么慢 因为这一门和这一门 其实非常类似 有一个特点的 就是说 它涵盖的面特别广 所以他就说 这一门给的特别好 就是说 你要非常快的 从第一第二点过渡到第三点去 然后在你维持 intrust 上面 要带你足够长的时间 我觉得这是给所有要部门 AI的联络成最广的研究 也就是说 你这个可能只能花 一周不到的时间 这个可能最多也只能花 一周一期这样的时间来打进去 我学完之后 你还更快的 要进入到自己的研究状态程序 研究兴趣呢 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下 我是怎么发现 我的研究兴趣 就我自己在 在小孩的时候 我发现 就是小孩有一个 跟他好玩的特点 你叫他 他会认真理论 这个猫猫狗狗之后呢 他就 他就能认识 你给他一个卡通的 动漫的猫狗 他就能认识 这些东西 然后后来我在想说 他人工智能 他认识了这个 真理猫狗之后 他能不能认识 一个动漫的猫狗 然后后来 他慢慢的 去做一些调研之后呢 就说 原来这个名字叫 迁移学习 我就 就凭着我自己的一些想法 都去 去看看他到底在这个 人工智能里面 是教授知识的 所以有事情就是 玩了之后 就基本上就是靠 靠朋友很厚的 可以引导你 自己在 你就是读文章 然后在写单网 然后玩了之后 你看了之后 你就自己当开 你的写点东西 然后再尝试一些 发表照 你帮你干 然后之类的 所以有点像是 歌二八动语 就是你 就是在前面的鞋子 反正在那边 你只能在你 在你 在你读学生涯 20 然后 你还要 正快进入到这个状态 就是你这样 就在你 适数状态 你还能够 上班你的 研究生 就有效 有效工作时间 80% 这样 净很难的 保证自己的阐述吧 这是我自己 刚才整个这些 弯路 因为我一直觉得 我自己的基础部 都好 我觉得 我可能 就去基础 就完全够 我来学 就是我们 新闻的 地步 来 然后 更关键的是 你要到 上午 当中去待 当你自己的 这个严重方向上 去待足够长的时间 才可能会有 惨事 这照片是你吗 是我 是吗 是啊 那时候 我还很瘦 这叫不是你 你说他不是我 不是 我说他也不是我 这根本就不是我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很想知道 是怎么一回事 花了时间读个研究生 总得有个专业吧 那天去照相馆照相 他们给的就是我这张 我和他们说 这不是我 他们说 这就是你 我说 这不是我 他说 这就是你 没把 就把它贴着了 是这样 哦 什么呀 这这明明是我 我以为有被笑到 我还记得三连 就是自己觉得无聊 我很喜欢你的家 我还在那种子弹飞 然后 每天晚上睡觉 之前都在地上那边看 然后我想到说 那我的自己模法很短 其实也算流感的话 就是 其实我感觉现在 就大学那种专业 因为我们 招建的时候 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是 什么是机械 什么是计算机 什么是电子 然后就后面一起 没有就学了 然后学了之后 别人给了你一张证 说这个就是你 然后你说这个不是我 然后他说这个就是你 然后 你说这个不是我 然后没办法 就把你贴在这 然后你就写在简厅上 然后你就得出去找工作 然后就莫名其妙 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 怎么说 在大学也好 研究生也好 甚至说到了博士 很重要的一个 东西就是 你搞清楚 你自己到底是谁 就 其实我自己 承认理想 就是 原来我姑姑 给我买一台 苹果电脑 我那台苹果电脑 是我姑姑送给我的 然后 他送过之后呢 我拿他去参加了很多 创业比赛 去实习什么的 就我自己还做得挺开心的 然后也蛮有成就感的 但是我总是在想 我说 他给了我一台这么贵的电脑 然后他本来是希望 我是做一个 因为我硕士做的是 自相机嘛 然后我总是想到 那我是不是应该 拿他去写代码 然后我就 那我就想到 那既然有 有机会说 进一步学习的话 那就读个自相机 就接着深入读一下 然后有一天读的时候呢 我就去跟他说 我说 我高兴身上的这个 自相机的博士 终于也用我的电脑 来做一点正事了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说 我看你上课 不会做得不错 你怎么不继续做 然后他就想 我说 是做得不错啊 但是可能 就觉得 就觉得社会上 好像就跟我说 这个是你 然后我说 这个不是我 然后他又告诉我 说这个是你 然后 就变得很没有组件的 对 其实你看我从小到大的话 我是属于很自由 很宽松环境 长大 没有告诉我说 你应该怎么样 不应该怎么样 结果我还是 有些方面还是失去了组件 就很难坚持一些东西吧 可能跟性格有关系 所以说 因为很搞笑 就录了刚刚那一段 那既然 今天跟大家分享 就除了搞笑 不然讲现象之外 那肯定也要讲 很讲就是说 我这三年代到底有什么感受啊 当然就是有感无法 没有什么带桌准备 第一个呢就是 对于工科的学长 真的就是 你很能换一方向 就我记得 我研一的时候 就因为当时要选导师嘛 然后当时就找了 就找了 无信息学部的一个老师 然后他就说到 他说 你做一个工科生的话 你不可能经常就换一方向的 因为工科生是 你是需要试错的 就即使给了你一个 很好的题目 然后你是在一个 概率的空间里面 在一个很好的概率空间里 意思就是说 即使你运气很好 你选的方向很对 但是你也是需要 那么半年一年的时间 一年多的时间去 把这个课题给它做完 像我那篇文章 从做到发出来 这已经是一路非常顺利 就没有遇到任何的挫折 因为一路上有老师啊 各种各种的词典 然后完了之后 这么顺利 也是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那更不要说 你如果有一两次试错的话 你就根本不能说 在很快的时间 把一个工科的方向给做出来 那你经常换方向的方 就会导致你 任何方向都是从你开始 所以就是我觉得 如果说工科研究生读研的话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你选好的方向之后 你很难变 真的很难变 就是你最好是选好的 就不要变 然后即使你要变的话 你变了这个方向 你就不要再变了 对 要不然的话你真的会 一个是你会失去自己的专业方向 你会活得很痛苦 另一个呢 你也会上市你自己的专业性 第二点 其实我本来不想说的 因为实在是贵于一些现实和残酷 就是我一路从本科 然后学到研究生 然后就从普通的译本 然后学机械的 然后考研到了清华的计算机 可以说就是 就是从一个 就是比较一般的专业吧 然后考到一个比较热门的专业 然后在博士的话 又在这个方向 然后继续在往前走了一点 比如说看到的一些东西 就真的觉得 无力改变 就是四个证 你知道吗 就是 嗯 就 我举个例子 其实说说具体 比如说 你进专专生的时候 你的水平 就决定了你能不能选择好的导师 对吧 然后 你能选择好的导师呢 就意味着 嗯 你会不会有一个很好的 很科研的环境 然后包括你能不能做到 嗯 能不能做出很好的成果 这当然就是一环一后一环的嘛 嗯 嗯 只有很少数人 就是说他真的是 就脱胎换果 他吃了 他真的变成了一个不一样的 他自己 他真的能够逃脱出他原来的那个阶段 然后他能有 他才能做出更好的成果 怎么说呢 就是 就是 如果你要用阶级来的一件 他就是说 你生下的时候 你做不到 那这个法拉利 他们说 那你这辈子能做到的概率就很小 那你真正要能做到 就意味着什么 就是你真的是脱胎换骨 你变成了一个不一样的你自己 所以这个话说起来就 真的就很残酷 对不对 就 我相信就算 就因为有考研的同学 都是有改变自己的梦想 你们会发现 在改变自己的道路上 其实是多么的困难 这是负面的一点 但是正面的一点 就是说 我一路走来也看到了很多 包括像我自己 包括像学姐 就你说 学姐的时候不是说 说他所有人的一些小微同学中 可能只有他一个人读到的博士 就是其实有那么多人都 就是 在改变自己的这条道路上 毕竟有坚持到最后 或者说就放弃了什么的 但是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人 就一直在坚持 是无限的努力的 所以说这是 这是一个事物的两年纪 就是你要改变自己 你要做出成就 你要取得好的成绩 很难 真的很难 就是 你本来是什么样的话 你可能多少年之后 你还是 就类似于那样 但是呢 你可以改变自己 但是就是 你要做好这种脱胎换乎 变成一个不一样 你自己的那个准备 所以这就是我一路走来 看到的吧 也是包括自己感受到的 那么第三点 就是大家经常会问 比如说 你从这个 很多艺本 到最85 到什么 这个清北 TOP2 会不会有自卑的现象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事情 还是要跟明星来讲 就第一方面呢 第一方面呢 是我自己本身 是一个很自负的人 就是我总是觉得 我要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 包括像我原来 为什么 我在我本身的时候 我要考研究生 其实我一直跟大家讲过 就是 就是很多互联网 因为当时我们的一个就业的时候 你把互联网大厂 办 BAAT 然后的话 就包括像华为这种 他现在还是一辆是这样的 就是他不会说 去普通学校招职 其实普通学校 让你想投一些比较好的岗位的话 他也是不会看你的简历的嘛 这个大家都知道 所有人都知道的 就张悦峰说的 他说 500条的企业 他不会说 我不要 到飞985的学生 但是 但是他不会到那些 飞985的学生去招聘 就很现实 这个对吧 但是我当时就想 就是说 我觉得我不比任何这些人差 所以他们能进去 我就要也进去 然后 但是我知道 我现在去拿了我的简历去投了 我大学里面支持我表现得很优秀 但是就 就很想赶紧勇进 我就不爽这种被歧视的这种感觉 所以我就说 那我就要考一个最好的研究生 然后我就考到 考到之后 确实 我的简历 就再也没有被 就之前我想去的那些公司给拒误过 对啊 这属于我觉得 这是一个进步 就是说 我从来不会在这些方面不自信 但是呢 你说自卑 说觉得不如其他同学 我虽然没有真心的这样子会感觉 但是 我觉得是不得不承认 很差距的 就 我身边做的 就是我才读到博士 我身边做的 清华的 自动化的本科 物理的本科 数学的本科 还包括像武达的数学系 我觉得 大家的 数理基础 一余水平 还包括像 就虚实能力 我觉得 确实比我强很多 我觉得这是 不得不承认的 就是人家从小到小 就是这样 就是你可以不服气 但是人家就比你强 这是我想讲的第三点 就是 我虽然不奔自卑 但是我确实承认 跟他们有差距 但是也还在 就在问问的 追谈当中吧 然后从成绩方角度上来说的话 我觉得 我觉得我不是跟大家差很多 但是从基础的角度上来说的话 我觉得 确实有差距 我老师莫属过 我老师对我特别好 我才是这个老师 然后能够讲过一些话 我觉得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他说 清华北大里面 Top 5的 就是就有 清华北大 最前面的那5%的 他跟 清华北大里和其他的不一样 他们之间有一段差距 然后 清华北大的不同的同学 和 伊本啊 就和普通学校的一些同学 他们之间有差距 然后 就是 就学校里面有一段差距 学校之外有一段差距 可能学校里面的差距 比学校外面的差距还大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我就说 即使我从 伊本考到 美国清华的 做好的专业啊 这样子 但是 嗯 可能 我将来要往前再走的那一段距离 嗯 就是更难走的 而且是更远的 嗯 就可能 有很多的就是基础 可能就是天赋 像学数学学 很多的就是基础的天赋 嗯 对 大概是这样 当然 当然 还是要勤奋努力 但是所有人都很勤奋努力 这里 这里的每个人都不是想 过来当混子的 对吧 就每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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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考验的时候 都不是想当混子 这三点的话 我可以说是我这三年以来 感受最深的吧 我觉得我都 实话实说的跟大家讲 没有不计好和不好 就是 大家如果觉得 嗯 对自己的思考啊 成长有帮助的话 就记得给我们这三年 然后 我们将来再讲这个 理由科读研感受 第二集 好吧 谢谢大家 然后学姐呢 每次就是 我不知道 我不关心 我不懂 我不想了解 所以我就不想听 你的那套逻辑体系 也一开始很反感 后面我们会反省 最终我们很难改变 做分析的人 他只能看到一个 比如说这是一个三维的苹果 我们只能看到它的一个切面 我们看不到它是真实的一个状态 哈喽大家好 然后今天我拉学姐 哈喽大家好 跟大家一起聊聊 就是老蒋 瑞萍 猴翠萃这个伪下沉 这个事情 首先我们回顾一下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就是 猴翠萃摆大之后呢 有个分析区的UP主老蒋 他就做了一些这个视频 来讲说这个 猴翠萃和风哥 是不是伪下沉 然后 猴翠萃呢 就做了一期视频来回应 就是说他不想别人 这样分析它 然后把他这个推到风头那边上 第三阶段呢 就是老蒋开了一个直播 然后猴翠萃呢 就来连麦嘛 然后同时呢 风哥还有很多 百万的UP主呢 都过来这个分享自己的看法 是史称B站春晚 第四阶段呢 就是有很多这个直播的切片啊 直播的录像 在B站上传播了 很多人出来评价 然后呢 今天是我觉得 我和学姐的性格 我非常像老蒋 然后学姐呢 非常像这个猴翠翠的性格 然后我们俩这个成长的 猴翠翠的姐姐 然后我们这个成长环境也是很像 就是我自己是 我发现是这个县城 比较早的这个计算机的大学生 然后后来呢 我们家又开了这个打音店 然后这次呢 我看到我们家还有这个 iPhone4s的盒子 就是我们是 我是比较早接触到互联网 移动互联网的一带 而且呢 我像老蒋一样 我非常喜欢对一些事情 进行分析和评价 那学姐呢 学长是成长环境讲一下 我就是在村里 大家看我的环境就是在村里 我从小就一直生活在农村 然后上高中的时候 才去城市里面 去视你开眼界 第一次 对所以呢 我觉得那个直播当中 他们讨论那些话题啊 可能对我们俩也会 有一些自己想法 比如说第一个就说 世界是不是公平呢 我觉得我和你的答案 就肯定就不一样 而第二个呢 就是说赚了钱之后呢 这个人是不是就会变了 是不是就会变成伪下神 而第三个呢 就是猴翠翠为什么如此的成功 然后第四个呢 就是有很多评论说 这个猴翠翠非常容易激动啊 非常容易这个片面和自我 你是怎么看的 对这个问题 那我们就开始 首先来讲一下 世界是不是公平呢 其实他们在直播当中 其实我能感觉到 就是老蒋一直在说 就是说阶级啊 差异啊 这些东西 我翠翠一直说的 就是说全国农村都一样 然后互联网时代呢 其实城市和农村 差距没有那么大 大家都是平等的 他觉得他跟他的粉丝 是平等的 没有说什么 什么上层下层这样 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 我和学姐 差异非常大的一些地方 我觉得 我 我 我本身是不相信 这个世界是公平的 就是所以我会留意 很多这种不公平的现象 这些差异什么的 我就是觉得 这种农村呢 就是过得很苦 然后这个北上的 这些公子小姐呢 就是非常 又当又利 又当又利那种感觉 然后我会去 关注这个外部 环境的趋势的变化 就是我会非常好奇 表现出来的 就是我非常这个好奇 非常的这个愤青 然后非常 甚至有一点悲观 这是我 我表现出来的 但我觉得学姐 就完全不是 我觉得 我觉得我和学长 有一个很大的分歧 就是他经常跟我聊 很多不公平的现象 经常跟我说 你看新闻怎么怎么样 然后经常跟我聊说 就是钱不是奋斗出来的 他觉得有的时候 有很多时机 然后有很多投机的人 踩中踩中了什么样的机会 就赚到钱了 但是他跟我讲这些 我每次都比较反感 因为我觉得 为什么要关注那个 我觉得把自己的生活过好不行吗 我觉得 对他非常爱分析 包括这次视频 都是他拉着我说 我们来分析分析 然后我纯属工具人 配合一些 对你看 大家看学姐刚才说的一句话 他就说过好自己了不就行吗 这也是侯师傅 昨天在直播当中 最常讲的一句话 他说我什么都没做 我只是做好了我自己 所以学姐她们这种人生态度 她们是比较相信说 这个世界是公平 然后她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 所以她不会去扭异 她甚至听到 她都当没听到一样 这个世界不公平的事情 所以她表现出来的就是 非常专注 非常平和 非常乐观的一个人生态度 对 我也不是 我觉得也不是说 我听到就当没听到吧 我觉得是我们听到了 觉得没有办法去改变 因为感觉 就是我觉得没有办法去改变 所以我觉得我得先把自己的生活过好了 我才能顾得上别人 我觉得可能这就是 你可能出生在农村里 然后你会感觉说 这就是我的 这是我的主场 这是我的命运 我没有说 对这个人会有什么觉得不公的 对吧 对就没有那么多埋怨 就觉得 就我身在那 那能怎么办 那就是 就利用自己已有的东西 慢慢去奋斗 大约是这样想的吧 所以我总结一下 所以第一个问题 我觉得就是这个叫 让我想的一句话 就叫悲观者正确 这个乐观者成功 就像我和老蒋这样 我可以去分析 分析很多 我是可以把它 也许说的就是对的 对吧 但说对了这个事情又怎么样 但学姐和何翠翠 其实是非常乐观 非常行动派的一个人 他们把这个事情做出来 然后能做得非常的成功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何翠翠是很成功的 他做到很快的破百万粉丝 然后又是摆大UP组 所以我觉得 这两种人生态度 没有什么好和不好 就是说这让我联想到了那一句话 然后再第二个问题 就是老蒋说 赚了钱之后 就会变成这个尾下层 就是说那 侯师傅赚了钱之后 会不会变呢 我先讲我的看法 我觉得他这个赚钱之后 我觉得他不会变 侯师傅直播当中 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他一直想做视频赚钱 是因为他感觉上面很空 他这句话意思 好像就是说他赚多少钱 感觉是没有什么安全感 而老蒋讲了一个东西 老蒋说 博主赚了钱之后 就会大手大脚 因为他这个钱呢 广告费呢 是一比一比来的 他不是像这种上班这样 一天一天这样干出来的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 也是我和学姐 非常像的一点 要不你讲一下 你的这个消费观念 就是你有钱的时候 你觉得你会不会变 我觉得 我觉得你讲那个安全感 那个我还挺有共鸣的 就是我的确是没有安全感 就是我赚到了钱 我也不敢花 因为我总觉得 万一我以后发生什么意外事故了呢 万一我就是觉得 因为对 就是没有安全感 就是觉得 万一我以后怎么样了呢 所以我赚了钱 也没有怎么变 我的钱都存起来了 都想着 哎我要存钱买房 我觉得大城市的房价那么贵 我正在 我要存钱买房啊 所以我也没有去乱花 我觉得花在自己身上的钱比较少 对 就大家如果也去看 胡师傅的那个直播 就是他讲的话 跟学姐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他会 我觉得他们就是 就是非常 可能是因为 从小成长的环境呢 就是说没有家庭 或者是没有家庭去给他 就是拖底 他们是非常努力的 得到现在这个粉丝的喜欢 所以他们会非常小心翼翼 而且他们不会去 就是说去大而消费啊这样 而这个现象呢 在我自己身边这个亲戚 我也看到 就是我的大舅呢 他在深圳有两套房 然后按照 也是这个上千万的身家 但是他们今年一家过年的衣服啊 都还是四年前穿的那个 所以就是说有没有钱和他这个 本质会不会变啊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两码事 我从他们身上看到 我觉得其实他们就没有变 他们一直就是 一个很朴素的一个消费观 我觉得这个有点像 原生家庭的关系 就是你出生在什么环境下 你出生的时候 你父母没有给你留很多东西 你就不敢乱花钱 然后这个东西很难 一时间就改变 你通过赚钱一下就改变 我觉得还挺难的 所以我觉得就学姐啊 他们这个学姐和翠翠啊 他们这个群体啊 是非常自洽的一个群体 他们是非常能够接受住 财富考验的一个群体 还包括像我们家 现在所有的钱 我都是交给学姐在管 所以我觉得非常安心 对其实是这样 就我自己平时要乱花钱什么 还得去打申请 我觉得这样有利于家庭发展 不过这个说偏了 所以这个问题的回答 就是我觉得就是 侯舒服这样 他赚了钱之后 他也不是尾下身 他就是他们那个同等阶级的 他就是非常逻辑自洽的 一个群体 那第三个呢 是来聊一下这个 侯翠翠为什么这么成功 我觉得已经有非常多的人 受众啊 从这个侯翠翠本身的能力啊 然后包括像B站的助推来聊过了 我这边补充一个视角 就我的视角 就是大家经常说 这个有什么公司在助推啊 有什么神秘力量 我个人是非常相信 侯翠翠他说的 他是没有公司的 但是他背后的这个神秘力量 我觉得是有的 这个神秘力量呢 就是这个B站 他本身的这个推流和助推 但是呢 B站他本身这个推流和助推啊 其实是他这个 他自身的需要 就是像侯翠翠啊 王芳芳啊 这些导臣 up主能够做起来一个 很大的一个原因啊 是时代的趋势和B站选择了他们 然后他们本身呢 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 这个创作者和表达者 那为什么这个流量会助推他 其实就要说到 不翠翠发展的时间点 和这个B站发展的时间点啊 B站现在这个用户的增速呢 在一二线程式 已经鉴定 他要去维持 他的这个用户的增长 他必须就要去往 这个县城和乡村去扩展 但是B站他本身呢 是这个创作者和观众的 身份贴合非常紧密的一个地方 但他本身的一些这个支持区 和生活区的内容是非常小支的 可以说我们老家的亲戚朋友 他们并不爱看 说严重一点 他们其实看到都烦 这种内容 那自然就要鼓励 像侯村这样的小城市的 年轻人来多创造一些 就是他们喜欢的内容 那自然就要给 就是说更多的普通人 这种成功的可能性 然后大家才会去 更多去生产这样的内容 侯村去就有点像 这个千金买马骨 就买来的那个马骨的 这种示范作用 运来天地皆同地 运去英雄不自由 就是说个人努力 和这个时代发展的趋势 在侯村这个案例里 是两方面都有 我觉得一个就是学长说的 我觉得B站在扶持 这种三龙up主 就是接地气的up主 我觉得另一个就是 我觉得说到 他团不团队的这个事情 就是团队的力量是有限的 因为公司 如果即使他有公司 他的工作分配到 下面也是一个个的人 这一个个的人 他们做的工作 只做了一小部分 然后如果他给个脚本 或者选题 就能够让这个人 成为百搭的话 他自己也有能力去做 所以我其实觉得团队 公司的力量是有限的 不管他有没有团队 大概99%或者甚至 都是个人的力量 对团队的力量是有限的 所以我和学姐的认知 在这方面是同意的 就是说公司并没有用的 所以大家并不要 不要去神话说 什么MCN机构 网红公司 因为他们背后 其实都是一个个 实实在在工作的人 他们本身并没有 那么大的能力 说助推像风哥 像侯翠翠这样的 这么大能量的一个up 所以风哥背后有团队吗 应该肯定没有吧 不知道吧 可能剪辑会有一些小助手 但是我觉得 那个不是大家说的那种团队 所以总结一下 就是说公司并没有用 这个是时代的趋势 和社会的需求 我觉得是这个决定的 对 最后一点就聊一下说 大家评论说 侯翠翠就说比较自我 比较片面 比较容易激动 和老蒋相比起来 老蒋比较理性 终于客观这种感觉 但侯翠翠就比较激动 我和学姐的相处 起来也是这样的 就是我每次遇到事情 就是我表现的 好像很理性 很爱分析 非常的讲道理 对对对 遇到事情都能分析 就吃饭的时候 就大家知道 就吃中饭的时候 我有一次跟学长说 说我从来没有听到过 学长聊什么生活上的事情 每天都在跟我分析 互联网现象 对 然后学姐呢 每次就是我不知道 我不关心 我不懂 我不经常了解 大概就是这样 但我后来觉得 她这种态度呢 其实也蛮对的 其实没有什么对错 只是一种态度而已 但是这样对比起来看 就显得我好像 我这个人认知很高 然后我好像很认真分析 然后学姐呢 好像就由你不进 什么都听不进去 这种感觉 但是观察久了 其实不是这样的 我个人觉得 其实爱分析的人 她其实是在自嗨 她是我讨好 而像学姐 像侯翠翠这种 她这种非常自洽的人 她其实是不需要 什么外部的逻辑 去支撑她的 她自己是非常自洽的一群人 从结果上来看 其实是 我的分析呢 这些东西呢 往往都是不太对的 而学姐呢 她按照她自己的想法 去过生活 过日子 反而过得很好 所以你看最直观的 就是学姐啊 和后吹吹的粉丝啊 视频啊 都做得非常好 但不用分析 不用分析来分析去 不用合了合了逻辑 她自己本身 是一个非常自洽的个体 我觉得学长讲的 也不是全对吧 因为她都否定了 她自己分析的作用 但其实我还 因为我跟学长谈恋爱 一直到现在 我都很欣赏 她会分析 因为就是 她每次跟我分析来分析去 我都很烦 因为我觉得 你分析了又怎么样呢 但是其实就是 当时我是很 就是产品不进 油盐不听的 对各种都不听 但是事后 其实我经常反思 我觉得哪一点 她讲的很有道理 只不过我没有跟她讲而已 所以并不是说 纯自嗨 就是也并不是说 她讲的都不对 只是就是当下 你好像打破了 我自己建构的 那个因果关系 我觉得是 努力有收获 或者怎么样 然后你来告诉我 不对不对 对这个任何的事情 它都有时机的 你应该踩这个时机 那个时机 然后我就觉得 那我就不努力了吗 那我还是要靠努力 所以我就不想听 你的那套逻辑体系 因为如果我一旦我接受 我就要去说 我要去想 我怎么样踩时机 我怎么趁热点 我要做什么样的选题 讨好我的观众 不听你的 我就想说 我就想说 那我做我自己的 那总有人会喜欢我 然后我就做我自己的那一套 但是其实这个整个事情过后 我又会觉得 她讲的游记点 可能会有一些道理 其实也是有听进去的 那我再多分析几句 就是说学姐和核心 他们本质上 是一个非常专注于自我的的 比如说学姐在B站 做了有两三年 她现在做到五十万粉丝 她基本上就从来 不关心其他播主 然后从来也没有想过 说她融入哪个圈子 她只是想说 我觉得这个地方 对对对 就这个地方我想插播一下 就是我原来 我的B站的关注列表里面 是几乎没有关注任何人的 但是学长呢 他就很爱跟我分析 每天跟我分析 然后我觉得他关注了 两千多个人 然后我就觉得 关注了两千多个人 买了一个大盘回来 对然后我就觉得 我是不是应该学习他 所以虽然他跟我分析了 我不听 但事后呢 他跟我分析之后 我就会把他说的一些人 关注起来 但说实话 我从来没有看过他们的视频 我只是说我得听 我说我只是一个习惯 我说那我关注了吧 但我真的就 几乎不看别人的视频 所以这是一种 非常大的一种差异 然后那就说到结果 就说像学姐这种 他们非常专注于自我的人 他就会有一个表现 你如果去挑战他 你如果去质疑他 他就会生气 他会非常反感 他情绪会非常激动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我已经收了很多了 我之前就更反感 我觉得我现在已经 收了一点点对 因为像学姐和侯出去这种 他本身逻辑自洽 然后我和老蒋 像拿着另一个坐标系 另一个三观 什么商业也好 阶级也好 的分析标准 来跟他们说阶级 说下层 说商业 这些东西 他们本身就有一套 自洽的价值观 然后你要去 给他塞入一个 新的一个价值观 他们本身就表现出现 就很难 就有点像被误解的 那种感觉 就非常激动 我还是觉得我又想到 我觉得这个人是跟人的成长背景一样的 我不是特别了解侯出去 但我觉得他可能是和我一样 就从小在小地方成长 然后这个小地方 你因为我们不够聪明 我们没有办法通过投机取得一些东西 如果你的父母是可以用投机 或者说采集 就是那种很聪明 用别的方式来能够获得成功的话 他们也不会在农村 在小地方 所以父母传递给我们的价值观 就是你要通过自己的努力 你focus你自己的生活 因为你关心别人没有用 你只有关心自己的生活 就一步一步去做 然后才能够做出成就 做出一点东西 所以我们可能 我觉得还是就说 是不是地理决定论 还是说原生家庭环境决定论 就是这种很短环境决定论 就是比如说像我老大讲 我们可能看了很多 就是说时代趋势 这些什么房价 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这样子 然后你们从小在这种 对 而且这个事情让我想到一个事情 就我们这次回湖北农村 然后我学长跟我一起回来了 然后我看到我哥哥他们的房价 我就说好幸福 过得好舒服 然后学长就跟我说 他说五六天在市中心就可以买一瓶 对 就五六千块钱 而且对 黑套怎么的都很齐全 然后学姐表现出来的 就是说非常高兴 这个地方非常的宜居 对 然后学长他就说 完了 学长就说完了 这个地方 他说 他说你把你讲的这样一遍 我都忘记了 我就说完了 这个地方 如果是我们买的那里 那别人房价都已经放了三倍 两倍三倍 他们那个地方的房价 可能十年就涨了一点点 那之后才涨了五六千 那就没什么用 对吧 对 学长当时就说 都是两个角度 我觉得 对 当时学长他就说了一句 他说便宜有什么用 我说为什么没有 他说 那你 他说你觉得你哥哥买了房 是希望他的房价涨 还是希望他跌的 然后我就说 还有这个视角吗 因为我一开始想便宜多好 大家都觉得房价很高 觉得很痛苦 然后学长就会说 你觉得他们真的 你觉得他们希望涨还是高 那他当时就问了我这个问题 我当时就说 还有这个想 还有这个角度吗 对 就是说你买之前 你肯定说 这个地方非常好 买了就非常宜居 但当你买之后 你比如说你有两套的时候 你肯定希望 另一套 说你还给我翻一辈子 这个就是想法的改变 对 两个人不一样 然后那就 那就总结一下 就是说 我觉得就是老蒋和我呢 虽然能把一个事情说的 非常这个条理清晰 非常逻辑明确 但是我们永远就是说只能做分析的人 他只能看到一个 比如说这是一个三维的苹果 我们只能看到它的一个切面 我们看不到它是一个真实的一个状态 而学姐和猴翠翠 他们真正在做事情的人 他们其实是能感受到这个 这是一个立体的苹果的 他们能感受到方方面面的东西 因为它逻辑自洽 而做分析的人永远达不到这个效果 所以我想说呢 就是说猴翠翠看似比较片面 比较自我 反而是它是这个真实和全面的 而我和老蒋这种分析呢 商业的分析 反而是这种虚假和片面的 即使你看到说这个切面很漂亮 这个切面很合逻辑 但其实它不是真实的 我想讲的是这个 我觉得学长这是他的看法 我觉得也不 反正我还是挺欣赏学长的 就是我和猴翠翠这种人 就是该怎么说呢 就是我们对你们这种人是欣赏的 因为我觉得你们很聪明会去分析 因为我们不会去分析 你们分析不要分析到我们的头上 因为我觉得你们 因为你们一旦分析我们 就好像是一比外力 想要不是挑战我们 你们有一种 也许你们没有想让我们改变 但是你们在分析我们的时候 就会给我一种感觉 就是你们想让我们改变 但是改变是很痛苦的 然后我们不想改变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 但学长每次分析我的时候 因为学长分析完 他就会跟我说 B站的这个选题值得做 或者我们是不是要尝试这个 然后我在我自己的赛道上 正在跑步 然后我已经看到 我觉得我在自己的赛道上 跑得很舒服 然后学长就会跟我说 学长曾经跟我说 他说B站要发展 哪些哪些区域 这些区域非常有前景 你要不要尝试做这个区域 然后我就会觉得 就是因为你在跟我分析嘛 你分析了 我就会觉得你想让我改变 但让人改变 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 所以我猜 我不知道侯崔子怎么想 但是我猜 他为什么有一点反感别人 去分析他 他不是真的讨厌说 你去分析这个事情 你当然可以有你的角度 但你们的分析 好像有一点希望 我去改变我自己 这改变是很痛苦的 因为他已经在他这个地方 坐得很舒适了 然后有一百多万粉丝 喜欢他 然后你现在希望他去改变 他觉得很痛苦 我猜是这样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 接下来 我觉得学姐就说 学姐可能当下 他会有一点反感 但他其实事后想来的话 老讲的分析 可能对他是有帮助的 我觉得是这样 对对 是这样 我觉得是这样子 因为我也一开始很反感 但后面我们会 后面我们会反省 但最终我们很难改变 其实说起来 其实我们虽然有差异 但是我们始终是一个 这个战友和这个 敌对的关系 是互相帮助的 对对对对 是是是互相帮助的 我觉得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然后我总结一下 就是今天我和学姐 从这个自身 聊了一下 这个侯翠翠和老讲 这两之间的差异 我觉得我们长期 我和学姐这个长期 这种差异的相处下来 我觉得我们俩是 处于这种 互相欣赏的那种状态的 对 他会觉得就是我 能分析这东西 好像比较厉害 但是我会实际上觉得 我觉得说 学姐能把事情做成这一点 他更厉害 然后所以大致实际上 那我们俩 像日常生活相处起来 我觉得是互相欣赏 然后是比较愉快的两个人 对对 然后如果大家 喜欢我们这样的一个 对聊视频呢 我们后面也能处一期 就是关于马都宫 这个社会化抚养的问题 聊一聊我们 您现在对这种婚育和养育孩子的看法 我就是觉得大家应该多多给三连 因为学长特别爱分析 然后特别爱讲 他跟我讲 我真的很烦 如果大家多多给三连 让他对大家讲吧 让学姐回房子聊 我觉得她那边有风 肯定很冷 快去吧 还可以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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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实验室 看一下我平时直播学习的地方吧 同学们刚好去吃饭了 我平时会把手机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就这样背对着 就直接照到这里 然后我还拉了一块黑板 就大家平时就只能看到这一面 然后对面是动物园 然后这边有时候晚上会有阳光射过来 所以的话就会射到这边 所以这就是我的工位 还挺舒服的 搞了一台Windows在下面 然后它可以接两个外接的屏幕 然后自己的电脑 然后有的时候可以接这个大的 然后最近在复习考试 现在要抽个十多分钟 剪一下上周去看华为的一个视频 然后待会就记得这个的后面吧 一个小的故事 就是我经常会和我的同学讨论 就说你我会问他们说 你会觉得比如说前20年的可能是互联网的一个世界 然后你可能知道的这个可能就是起来的像BAT这样的一些公司 然后的话你如果当时在当时有幸加入了一些这样的公司的话 你可能你个人的发展职业发展 包括像人生发展都会有一个很大的促进 然后近10年的可能就是移动互联网 像美团像滴滴像字节跳动 这样移动互联网这一波公司的兴起 然后我觉得如果你在10年前的话就意识到一个这样的趋势 然后加入一群这样的公司的话 我觉得你个人成就应该会更大 因为比现在来说应该会更大 就像那个狮子王说 you are more than what you have become now 就是你会比你现在应该还要强得多 那我就会问他们说 我说你觉得下一个10年的话大概是哪个方向 然后我们大家就有人猜说是不是AI 是不是人工智能 是不是IoT 就是物联网设备 然后我当时就提出一个不同看法 我就觉得说有没有可能是车 我当时就有个想法说会不会是车这个方向 因为有几个秒之后 就是当时国内三大造车势力 蔚来小鹏滴滴 虽然说都处于瀕临破产的边缘 然后到处找融资 但是的话像蔚来的股价的一波暴涨 像国外的特斯拉的股价一直在疯涨 就会让人想到说你看像这样 像这样的一个 无论是说你 就会给人家 就会给人很大的一个想象空间 大家知道我们现在这个年代 我觉得最缺的就是一个想象空间 然后告诉大家说未来的方向在哪里 所以我觉得未来会不会是车 因为这个真的有点看不清 我的一个感觉就是我原来看微软 可能前十几二十年提出的口号叫 让每个人的家庭里都有一个 让每个人的家庭里都有一台PC电脑 就一台台式电脑 每个人家庭里都有一台台式电脑 但是这个愿望的话 在当时来看我觉得就很天荒夜 就是每个人要这种计算机在家里干嘛 但是要关我自己个人的话 我可能手头上掌握了三到四台这样的计算机 所以的话就真的实在的发展就会让人想不到 包括原来iphone出来的时候的话 我还我就听 所以当时像iphone出来的时候 我就听身边的人说 他说我更愿意使用智能手机 因为觉得按键就更方便 但是现在的实大的发展 但现在的事实就是说 像诺基亚这样的案件机已经推出了历史的舞台 然后移动互联网给大家生活的方方便便都造成了很大的一个改变 未来的话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改变大家的生活 进入到每个人的家庭里去 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车 现在大家可能不单单能把它想象成一个出行的工具 现在上次开会的时候 像华为华为就有一个副总裁 还是华为车的华为 华为智能车的负责人就提到一句话 他说他还可以把车理解为是一个计算的结底 车壳只是它的外壳 这样的来理解我觉得就很有意思 你可以把车理解为是一个计算的结底 然后它可以像智能的计算设备 像大家的手机 像电脑 像所有的这些东西 就变成车等于像是手机 等于像是电脑 所以我觉得真的可能在车上 可能未来的10年会真的会发生一场 我们所有人都想不到的一场革命 这是一个要非常有想象力的人 然后去做需要一个像乔布斯这样的人 去做各种各样的软硬件一体的一个设备 然后去无数的开发者去做各种各样的应用 我觉得这有可能就是开启万亿的 是万亿美金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增程 我觉得是今年是21年 我觉得可能真的是未来10年最有希望的一个方向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 当然像IoT像AI像边缘计算 像这些我们原来提过 就是说可能是未来10年最大的方向的那些点子 他们也都不会差 但是真的有可能说开启进入到改变每个人生活的一个点 我现在看来最有可能的就是车 这是我自己的看法 当然很有可能错 因为预测未来的话 我觉得大概率都是错 但是这是我自己的看法 现在是周日下午的4点多 然后这个星期的周末刚好是我们学校的110年校庆 也是我们新华深圳研究生院20年的院庆 然后这周刚好华为云在这边搞一个开发者大会 是一年一度的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去看一下 去年我在华为看微软战略的时候 其中有两点印象比较深刻 一个就是它的开发者生态 它的CEO上任之后 把它自己从一家传统的做PCG的一家厂商 再转变为做郭永宁的一家厂商 然后业绩实现了很大的一个增长 在疫情的2020年 股价也实现了一个巨大的突破 然后华为其实跟它在开发者生态这一块的话 做的跟它有点相似 我刚才看它那个展板上还写的 就是每一个开发者都了不起 我觉得无论是像华为 还是像百度 还是像我们国内这几家做郭永宁比较大的一个厂商 他们现在都逐渐在注重开发者生态的这一块 而另一个比较重要的点 就是他们的合作伙伴 然后就像我身后的这些板位 每一家都是他们的一些合作伙伴 比如说像深信服 像优诺科技 他都用他的一些华为云云的产品服务 去做他们的一些解决方案 去提供给一些大的客户 然后我们具体去看下他到底做了些什么 这个叫云AI室 我原来没做调研的时候我也不知道 其实就是可视化他也是一个非常 应该也是一块非常大的蛋糕 所以会有一家专门公司在做这一个 因为你有一些东西 就算你做得很好的 你如果没有可视化 我还用3D的形式表达出来的话 他往往就不能收到客户的钱 所以他们像这种公司的话 政府还有一些2B的一些 他们给一些非常大的定单 比如说他从一些 就一些大客户那边 可能一年就会有个好几百万 就是专门做可视化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看到这边写的 他应该就写一些模块 然后可以做到一些产品的可视化 我觉得华为这个公司 还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公司 就是你在国内你会听到一些大企业 做的一些事情 你只要听到说这个事情的话 你都能猜到这个公司可能是华为做的 就比如说去年我在华为实习的时候 然后他也有讲了 他们就传到一个故事 就是说在海外哪个地方发了疫情 然后华为大概也出了一架包机 然后把那边的员工都接回来 那当你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 你不用说这家公司是哪一家公司 你就可以猜大概就是华为 因为像国内的话 你看即使像阿里腾讯 他们这样的公司 他们在海外他们其实业务更不多 他主要还是在国内 然后另一个的话 会像华为说去包一辆 积极把员工接回来这种事情的话 也就只有华为会做 然后另一个就是办这种大型的展会 他会把自己的一些这样的产品展示出来 因为他们的客户的话 往往不是像我们这样的个人 他是像一些大企业 或者说是像政府那样的机构 所以他会做的那种大型的展会 面向于突币 所以一般像这种东西的话 就只有一年就是会只有一次这样的机构 所以过来看看的话 可以看到这个叫什么信息产业 一些很新的落地的一些技术或者产品 逛的一圈 又回到了自己的这个学校 然后华为的这个展会呢 我觉得我有三个印象特别深的点 想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就是 我觉得首先就是真的是特别全 就华为的这个展会呢 就是你可以看到 就科技进入到各行各业 然后到每一个方方面面 到他们生活都能够方方面面 比如说呢 就有像这个AI家开发者 AI家开源 然后还有AI家这个科技向上 包括说你怎么样用这个数字世界 还有包括像AI的能力去服务 像这种听障人士啊 长障人士啊 就科技向上也是大家就最常提的一个点 然后在他这个展会当中呢 也都提现了 所以就特别的全面 那第一个点 然后第二个点呢 就是像我想起的 就看微软的那个CEO的那本书 叫纳德拉写的刷新 其中提到的两个点呢 就是说 其中提到的三个点 就是你要构建这个公有云的这个生态 从一家这个做设备的厂商 然后转向做云的厂商 大概会有三个重点 第一个呢 就是说你要构建自己的开发者生态 第二个呢 就是构建开源 第三个呢 就是要有自己的合作伙伴 我觉得华为的展会呢 基本上都体现了这三个点 第一个就是开发者 他在他的展牌上就写 就是说每个开发者都了不起 然后也有很多的课程去引导我们高校的学生 包括像社会上的 所有的技术能源去转型为他的开发者 第二个呢就是开源 他就专门的一个掌位去讲 他这个开源做的大概做的哪些的工作 而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合作伙伴 就他的整个对面的那一条长廊呢 就都是他的这个合作伙伴来帮他做的一些他的产品服务啊 还解决方案的一些演示 就包括我们刚刚看到的像生信服务 他跟他虽然是有一些方面是性贴 但是但是呢他也是他的这个头号的合作伙伴吧 因为他把它摆在第一个的这个掌位上 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很印象深刻 就是说你的这个2B的这个整个万亿级的市场 你不是一家公司可以可以做完的 然后你要去找自己的这个合作伙伴 我觉得这个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几个点 然后跟大家分享 今天呢我要整个这个大活 我的这个手机已经用了五年了 才是一颗摄像头 五年你知道这五年我是怎么过来了吗 所以呢我就给老婆买了一款这个新款的iPhone 这样子呢他就可以把他的手机给我 我呢就可以把我的设备进行一个升级 是不是这个一时二鸟 一键双雕一键三连啊 那我们把这个新的手机藏在学姐的这个办公桌下 看一下他什么时候能够发现这个秘密 惊喜 昏迷吗 不好意思 两个男生都尬不 不好意思我不应该提这么过分的要求 这个东西是每年都会更新换代的 想听这个东西 每年都会更新换代的 手机啊电脑啊 猜猜我把它偷偷放在哪里 这个就在这个作品上 猜猜 哎呦学长太幼稚了 真的是太幼稚了 有个意外情况出现 什么意外情况 等我30秒钟 我去拿个东西 30秒钟就觉得到达战场 到我来了 什么 哇 学长已经刚刚偷看到一个角落 谢谢老婆 等一下吧 观众粉丝们还没看呢 噔噔噔 这一个这么大吗 这个应该是16英寸的麦克朗 1T的内存 当狼 哇 紫色的是吗 闻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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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闻一下闻一下 好土啊 学长这个 哇 对 学姐 这个是我建议最搞笑的开箱视频 我们一起把它点亮 他的第一次就这样被你夺走了 你好 我一开始收到新手机 我以为我就是会很平淡 但是我看到这个新手机 还真的蛮开心的 当然 这些东西 这会是30年时间 赔你最多的一个手机 我的心情很激动 感谢各位相信父老 感谢老婆的支持 感谢大家的一键三连 我们夫妻俩其实很少 有这种送礼物的环节是吧 但是我在开箱的时刻 开快开吧 哎呀我的天 我受不了 学长是我建议最 开箱最慢的人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哎呀 哈哈哈哈 我还真是服了 快点 有点拆礼物的感觉 哎呀我的天 学长真正 好了 你干什么今天表现的这么粗暴 你平时可不是这样的 有没感觉 16寸的真的好大 忍忍忍 你看 他跟我说话 你看 那我天天跟你说话 我没见你就这么激动 啊 哎呀好了 简体中文 舍不得用 我的天 老婆 对我太好了 那你给我用吧 你舍不得用 我帮你用 另外呢 也接水也 昨天电脑接水的事情 提醒一下大家 它的这个电脑的出风口 是在这 所以你的水 如果撒到这个进口 它会是非常非常非常严重的 也是 可能修一下的话 就会要 七八千 甚至更贵 所以大家呢 进水之后 要做的一件事情 千万千万千万别开机 就是这样 然后拿到电去 不要通电 不要开机 拆开了清洗 只要你不通电就没事 你通电就完了 你就是你拆开清洗一下 两百块 然后你通个电 八千块 八千块 谢谢老婆 哦 你的手机小心要掉下去了 我的天哪 我的手机小心放到边边了 谢谢老婆 我的天哪 我今天要做恶务 别人做三雄 太高兴了 非常非常早之前 就想有一台 就是16寸的电脑 因为真的就是14寸 那台用的真的很卡 那我非常非常早之前 就真的很想换一个手机 今天就在大家见证之下 开箱了我们的 有史以来最贵的一期视频 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日常用的一些 这个生产力工具 当当当当 陈老师开始上课 回答一下大家经常在 频道里给我们的一些提问 比如大家经常问说 学姐坐的椅子是什么样 可以 为什么可以那么长时间 让它焊在椅子上 然后学姐用的显示屏是什么 大家可能有这种 粉丝滤镜 就觉得学姐用的东西 都特别好 所以我们今天来主要回答一下 大家的提问 如果大家有更多的问题 也可以在这个大部分 和评论中告诉我们 可以这样高低的 可以这样拉 然后 虽然它可以这样竖起来 但是学姐 但是学姐从来没有 让它这样竖起来过 它这台 我觉得它这台最大的一个好处 就是说它接线比较简单 它只要把电源线和HDMI线一接 然后学姐很快的就可以使用 所以它之前放了它的图书馆用 然后现在带回家里来写电脑 然后陪它度过了 它这个博士论文的时间 说我自己本科是机械专业的 我觉得那就一定要买 是windows之类的 然后我后来去了计算机之类的 我觉得我的百分之八九十的朋友 他们都用的是这个Mac电脑 后来我就转到了苹果系统 这个下面都是有它的一些底层逻辑在的 所以对于新手小白 我觉得最方便一点 那些真正的工作场景当中 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机器 然后你就跟他们选一样的机器 这样是比较好的 其实跟我原来学摄影的时候 他们说你有尼康党 也有什么加兰党 那你怎么选择加入哪个党 他说你应该就看你身边人 用的最多是哪个党 然后你就应该加入那个党 因为这样你们平时有问题的时候 还可以一起交流 然后你也不会走很多弯路这样 具体来讲一下这个红基 就我刚才也说过 我在工作场景当中 用过小米华为联想红基代尔 其实他们的系统都是windows 然后他们都大差不差 但是就略微有一些区别 比如说像红基的这一款 它就是很有性价比 因为它的接口都很齐全 我在大学里面就没有遇到 说苹果鸣就说 还要买转机器 什么各种各样的问题 它虽然有点厚有点重 然后屏幕的色彩还原 什么的都不是很好 但是它就非常适合一个 刚上大学的一个普通学生 作为你的第一款的一个新手电脑 我当时画CAD画Solidworks 还包括参加一些比赛 用一些办公室事件套之类的 这个电脑续航不长 但是有点像你一个老家的朋友 它就不是特别精英不是特别优秀 但是它就跟你很贴心 它就能完成你的所谓的需求 我觉得这就是我对它的一个评价 我后面又认识了一些 像什么小米华为 我觉得那些就有点像 可能像去这个城市之后 认识了各种平行四色的人 比如说小米它可能坐的老一点 所以华为有那个摄像头 它在那个键盘上 你按一下那个摄像头 可以从那个键盘上起来 它有很多创新的点 它就像你长大之后 会遇到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朋友 在我心里也没有那种感觉 所以我只能记得 就是我这台在老家的朋友 它的能力不会特别强 但是它就是陪你走过的一段 大学时候的时间 所以我还是非常推荐 就是家庭比较一般的同学 如果想录第一款电脑 像红机车这种类型 就稍微厚一点 技能比较强 Windows是比较适合 新的小白的第一款电脑 到了这个能长大之后 总是要有一些稍微高级一点点的朋友 就高级赶入门的一个朋友 然后这就是我亲戚 送给我和学姐的研究生和结婚礼物 就是两台MacBook Pro 和MacBook Air 贵是有贵的一些道理 它跟老家的朋友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区别 就是说它比较稳定 然后苹果电脑 我觉得它是比较适合创作者 包括像视频创作者 包括像我这个鞋带码的 软件技术的创作者 因为它的底层是Lineus的内核 然后它的整个生态 是比较适合去做一些编程的工作 去做一些创作的工作 它会有很多细节的适配 所有电脑里 生产力最强的一台 大家肯定猜不到是哪一台 就是学姐最保的 性能又不怎么抢的MacBook Air 学姐用这台电脑 起码剪了有100个视频 这台电脑对于女生来说 我觉得是非常友好 因为它是非常小巧轻便一些 而且学姐觉得颜值也特别高 这两台电脑就陪我 和学姐走过了研究生的死亡 那人总是要长大的 现在研究生学姐博士都快读完了 然后我们又进行了一次 这个装备的升级 这里给大家插播一个小知识 就你们去互联网公司 或者去一些大公司实验 那公司一般会给你配一台电脑 比如说我在华为 配的是华为 然后我在自己的时候 给我配的是联想的 升的时候学校给我配的是戴了 然后我现在在阿里时期 给我配的这台就是MacBook 就跟我是一样的 然后唯一有点不一样的 它是有一台Bar 就是大家觉得很高级 你上面可以点很多表情包 然后平时可以拉进度条什么事 但说实话 用到次数绝对不超过5次 所以就非常不实用的一个功能 所以在后面的版本 把它砍了也是理所应当的 关于旧的这台MacBook Pro 其实它有一些故事 是它这个叠型键盘的 它这个键盘的设计上 有些供应上的缺陷 这就导致了 它有些地方会断轴 给你压上去之后 它就没有那种感觉 虽然能够用 但是没有那种感觉 就有一次 我就把它拿去做了一次 苹果的售后维修 就去修这个键盘 结果意外得知 这台17年的电脑 居然它可以把你这下方的这一半 全部给你换新的 就因为它的一个工艺缺陷 然后保修器 就可以从这边再重新开始 这一次是我第一次体验到 苹果的售后维护 还有一次售后维护 是我两个苹果的耳机 有一个坏了 然后结果拿到电影区之后 它把你这两个 直接给你换一副新的出来 直接除了 我还是那一段丢了 好的 结果那个最好还是丢了 嗨各位小伙伴 我们又回来了 这是我们的第三期 迎来了我们第一位女嘉宾 大家请把排列打在公屏上 然后这两个同学 那是我们学校的 清华大学游戏专业的 所以也是很神秘 因为说你上清华 就是为了打游戏吗 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 跟李杰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 嗯 好 大家好 我是金珍 不要再听到我叫金珍了 就我是一个什么都做的小up主 大家可以打开我的主页 去看一些有没有美的东西 好 这次的话 就正如陈东吉所说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我们国内首个游戏专业 就是我们清华和腾讯 一起凉拌的互动媒体专业 其实我已经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们为什么要选游戏这个专业 毕竟这个专业是刚开设的 可能会有很多的分析 你们当时是怎么考虑的吗 因为我是游戏玩家 就是虽然玩的游戏不多 但是还是很喜欢玩游戏的 所以就是另外一开也跟那个 我本科专业有一定程度上的联系吧 虽然不完全对付的 然后后来我就成为这个 我选这个专业 其实最早是从技术开始 很喜欢这种音话的一些反馈 然后再加上互动的一些刺激 然后这种形式呢 就它可能有两条路 一个是走这个国外 有一些什么 专门搞什么西兵体艺术类似的这种专业 还有游戏就比较 和这个人比较强先关了 就你用各种各样的共同形式去做 然后当时就看见这个 在网上看到的企划 然后有这个专业 然后我就抱着这个试一试的心态 其实当时我还不是一个 就玩游戏特别自知那个玩家 我只是对这个技术比较感兴趣 但是我来了之后 逐渐被这个混为感染 现在也是已经相对的 这个游戏小来 现在慢慢的 然后是最近专业太多了 等到假期的时候 一定会好好玩 最初才是专业 不要因为学习忘了专业 既然作为游戏专业 我就在想 你们肯定是喜欢游戏了 因为你们小的时候 是那种传统业上的学霸 天天就好好学习 还是说可能会 特别喜欢玩游戏 而去可能游戏第一 学习第二 是什么感觉的 我的话 我小时候 家里管得有一点点吧 但是我还是 就有时候可能会 比如说 借着别人的PSP来玩啊 我其实也差不太多 但是正常情况下 就像上学那些什么 其实我都是比较正常的一个套路 就是正常要在上高中 上大学 但是我在小学的时候 其实我特别喜欢 去编一些故事给别人玩 那时候编游戏 就是完全脱离电子设备了 然后可能是 因为当时我比较喜欢看小说 然后我就把小说里的 某些情节 某些人物看完了之后 然后我就 当时就非常幼稚 我不清楚 在别的小朋友之间 有没有什么情况 当时我看完之后 可能我就是让大家每个人 饭演一个角色 然后他们有自己的领域 然后有自己的什么 然后呢 就是互相之间的攻击 或者遇到了什么 天灾云 或者遇到怪物 然后就靠这个除暴寺 然后来决定这个输赢 然后一盘一盘打 然后我们会发攻击 然后还会记一些血量 其实当时我特别特别喜欢玩这个 就是只要我一下轮 然后我就会去找各个 就是其他的小朋友 就把那个小朋友叫回来 就他们 我都是轮番和他们玩的 就是他们可能玩到中午 需要上鱼吃饭 然后就转了一个 然后呢 然后我就在等10分钟 然后我再去找下一层 就下一层 就下一个层 对 然后我就轮番给他们玩 甚至我玩到这种情况 因为我当时其实 这个影响非常深刻 就是他们的家长 就拿着饭下来 喂这么吃 然后我们就一直在楼里上玩 对 就是我在那一件 那应该在孩子里面 很受欢迎吗 因为我在那个孩子 我相对来的地方 连长一样 所以我们就比较带着他们玩 所以当时就这样 你这种什么客气 你那种客气 对 那个倒没有 那个倒不用 肯定倒不用 但是我们会出头一些 但是我们会收集一些 小瓶盖 什么当做一种 可能道具啊 或者什么 最早的客气 我当时玩过家 家子 我就没有这么高级 我原来真的 真的这样的大楼 不过你的本 按我的理解 应该还是很卷 那个应该还是很难拿到 那你又是这个 好年还是国家 我当时走的路子 和他其实不是特别一样 因为我不是特别喜欢那种 巡违岛剧的走 但是呢 我其实也有一点想这个方言 所以说 但是我走路的 就是其他学生 可能是正好学商科的东西 但是我 我就特别喜欢学别的东西 我就觉得 商科老师讲的那些东西 没太用品 我其实是 像他讲的这个东西 我上网课 我已经都把它看了 我为啥要学这个呢 所以说我就走那个歪路 比如说当时大家都没有人 学这个东西 然后我就学了 对我就学了各种技术 身体工具 对 然后就拿这个豪淡 做一些什么 冰宫 做一些 然后做各种各样的有趣的互动的一些开发 然后这些东西呢 也能用到我的课堂的作业上 而且还能跟别人不一样 还能拿包 所以当时我就进入到这样一个重反馈里 我就不断地去学一些新的东西 然后这些东西都是 老师可能也都不太会的 可能我们的专业老师不太会了 然后然后就是 这样就感觉你比较开心 然后你就继续写 继续获得什么 而且给你参加一个小 因为我最早是从CCD开始学了 然后我自己也出过一些课程 在这种网语课堂 同学课堂 这要更多的 这就说应该把大课堂念结论 这个那个还有点费 已经发出来了 何老师 这个等到这个 有活动的时候 给给大家免费 就是 199 是应该的 差不多 在同学上是一个199 然后另外一个是 卖了有几千 对 对 对 我是不是也有可能上过你的课 因为我有在王爷人课堂 你也有上过课 但我忘记那个老师叫什么名 其实我蛮想为语何一个问题的 因为你之前是在本科都是在国外读的 我就蛮想问在国外的话 这样一套游戏的专业成熟度 会不会要是国内高分钟呢 如果说赚钱最多的话 可能还国内这几个场 侧重也不一样 就是 都是 都是 第一第二 但是你要是说游戏质量的话 或者说就是 当然这个东西不太好量化 但是 就是你要是玩了以后 你就确实能 你能看出 就是国内跟国外游戏是有差距的 就是他们 就是一个是 可能那种像比较工业化的那些游戏的话 它是 就是有一套很完整的那个制作流程 就是会 就是它能稳定的生产出一些质量 就有一定质量保证游戏 然后另外它像 比如说做一些那个独立游戏 环境会好一些 这个商业潜力 我这一块 就是也不是特别了解 它怎么样把这个游戏的商业潜力发挥很大 如何量价值客机之类的 你们同学有的都很懂 觉得怎么克制这个事情 估计大家都不是特别懂 但是 对得知道这个行业 老师特别懂 特别懂 现在非常不懂 赢的客机都会 我们有老师确实懂这个 就是他上个了 我记得有一条策划通 他就专门讲这个 对于不同复徽类型的玩家 如何让他来就是有一个好的铁 如何让他在里面复徽 就给他设计条曲线 把包裹他的关卡 难度和系统的 都要动下来 跟着他的这个 服归医院来调整 如果挖里面的潜在用户 包括这个存量 实在是吧 是吧 别人都一听这个游戏专业 都反正哇塞 人家就天天打游戏 应该非常的开心了 怎么见到的 因为你们这么一笑 好像就反正不是 那你们觉得这个 你们这个专业 能备尝试什么样 是枯燥的 还是说会比较有趣呢 对于我来说 还是像这些作业啊 还是给了我一些 练习的机会 有些东西 我做起来还是蛮开心的 虽然也有一些 做起来不太开心的东西 学习能学开心的 就真的那些工作了 反正 对我来做这个 真是 嗯 我其实更大一分的 乐器来自于这个 同学之间的交流沟通 因为就是我和我们 组的两个同学 我感觉还挺聊的 就是 我感觉学习生活 其实和本课也差不了 特别多 都是上课 然后写作业 然后这个 吃饭是干嘛的 然后在这个组织里 但是多的东西呢 第一个多的东西 就是这个 周围都是不同专业的学生嘛 非常有气嘛 就是聊到很多 一样的东西 又可以捡他了 可以捡 老师有事情 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 所以感觉到 很快 你们刚才也有说到 你们这个专业 都是来自于 各个不同背景的人 那你们这些 不同背景的人 就平常做项目的时候 一起交流 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或者你们是 怎么样去进行交流 可以更加的高效 就虽然说 我们有可能 每个人都是什么东西 都要会一点 但是毕竟孩子书也有专攻 就是我觉得每个人 都要有一个 他 他最擅长的部分 组里要有一个leader 来把控整个项目的进程 做出中间的过多层的家庭 其实就跟管理学 这两个人这样的工作量很少 我也想做这个 就是好像他没做什么 但是你要没了他不行 他是这么一个职位 他要相当于去负责 整个游戏是怎么样的 就我可能做出来一个东西 不符合这个游戏的 不符合游戏的基调 或者就是不符合这个要求 他要把我的东西否掉 就是最终要有一个人 来把控整个 整个 我感觉这有点像是 乐队里面的指挥的感觉 虽然指挥并没有拉 某一个乐器 但其实还是很重要的 在我工作里面 就是催别人家 叫PPP的 PPP今晚要给我 吵过一下 最随便早要给我 反正还是有点不符合 他PPP给产品经理就好 不是 其实是有一些类似的 我其实还蛮好奇一件事情 就是你们进清华之前 对这个专业的憧憬是什么样的 进清华之后 又有什么样的改变的 我猜一下 久久都打游戏 然后进来久久都干做一个 毕竟研究生 你不能光靠着课上的东西 然后你自己 这也是一个认识人的平台 然后也是一个学习各种东西的平台 我觉得就是 要把握好这个机会 我希望你能客气 其实就要靠自己 大学大学 大家自己学 逼你逼你大学 就是本科的时候 我们是大一的是大类 就是进去没有选固定专业 然后走到大二的时候 再分取专业 这时候你就能有一年的时间 你可以出门了解 有很多专业老师来上专业开轮课 就会告诉你 我们这个专业发展以后都干嘛 现在你师父师姐 一个月你别听多少 每天在公司 在什么公司上班 你大概千九多 没有讲九九多 这个不然讲 老师们都在讲 所以说你这个学长现在没有毕业 什么 接外包一个月都能用两万 你心不心动 就比如说老师就特别会这样说 然后当时就听到 我喊这个好厉害 所以说就是相对来说 就是大一到大二不是选 这个具体专业的时候 还会清晰一点 是吧 但是这个 研究生这个相对来说 就没有这么清晰 就没有这个时间 我可能就马上搜到了 然后立马我们就要去参加下路 今天时间很久 那我问你个尖锐的问题 你看你吗 但是干啥我觉得 都是大家想问的 创作业 就不算有人说 那你的天赛青环 就在打游戏 你们对那个说法 有什么看法 我其实也会打游戏 但是我现在更多的是带着一种 就是已经没有以前那种感觉 以前那种就是完全带着玩 然后非常开心 然后再换另外一个 那现在可能更多的是 就是研究一下 它为什么能做的 让我觉得好玩 是吧 它是用了什么机制 然后这个机制 我能不能拿走 是吧 能不能放到我的游戏里 这种打游戏会不会很累啊 对啊 其实就是带着一种分析 而且我们其实就经常会讨论 比如说谁又发现一款 游戏它 我是特别新颖的 然后我们就会一起开始讨论 误好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游戏 其中有些会让多少人 让他上一分 或者让多少人对他就是 非常感兴趣之类的之类的 所以说 不要把爱好当作学习 不要把爱好当作工作 太危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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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会在意 就是它为什么好玩 它为什么新 这些方式 刚才我们说的 那种 你要完全变成用户的心态 很难 那这样 其实 其实是很难 对 我们自己其实也很纠结 在想 就是我们就是做游戏 我为什么要搞一些非常偏特严的事情呢 就是我们只要做了一个报款 这不就行了吗 对不对 但是这个都是一个怎么说呢 就是 就是腾讯的当时工作人员 就是其实我们 大家还有一个 还没跟我讲 就是说 我们这个国内没有这种专业 没有这种研究性的东西 所以说我们大部分东西都是摸着石头破壳 就是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 就是不断地做 然后不断地失败 然后让市场来验证 然后但是呢 他们就发现了 就过了可能有十年经验之后 他们到国外 曾经过国外的那一系列了 就让他们的课发行 他们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我们总结出来 如果我们早知道多好 对吧 就他们就是 对的 所以说我感觉现在更像是 把这一套 就是非常科学的体系 给它建立起来 这样的话 后面会更发展 会更快更好一些 而不是说大家就是 完全就是没有什么章法 但是其实也不是朋友章法 都是宝贵的经验 但是有那个学校介绍 就是更有这种 严谨和科学的性质代表 我都觉得这个就说得很好 对 而且我觉得 包括现在很多的物理化 严和科学 之前都是从经验 总结成一套体系 然后才出现 也没人家学科了 我觉得这个游戏应该是不另外的 所以清华来做这个 其实还是很有勇气的 其实感觉非常新鲜 开一个这样的东西 因为你们这个专业还在 也是拼见你 接下来也上了一期 就感觉迷茫有没有一点消极 还是说更多迷茫 迷茫这个东西 我感觉就只要是去了解一件事物 或者说去进入一个专业 它都是一个这种 带着一种波峰的一个曲线式的 你开始不了解它的时候 觉得迷茫其实也还差不多 就是不是特别了解 但是一旦开始了解它 你就会越来越多的迷茫 越来越多迷茫 因为觉得这个东西 就是你自己了解到的 只不过是沙带上的一个背课 那种背课 对对对 然后但是如果你深入去生耕了几年 或者说你真的去自己亲手去操刀 做失败有什么想法 做失败 做失败有什么想法 然后这时候你就会对它来 会越来越清晰了 你就说好 我又收回去 哈哈哈哈 你再转成了 死败 心痛往悔 你还在进去 还没有 对对对 学生时代是个试错的好机会 这时候试错的成本相比小一些 所以可以在这个时候 尽量地去发挥自己的想像 然后去尝试 验证一下自己的想法 看看能不能 就是有好的一些机会 或者说多么的时间 我感觉就是 我周围的很多奖会 他们对这个游戏 是真的非常的痛恨 他们就感觉游戏这个东西 就玩物丧志 精神压迁的感觉 但是我想听听你们的看看 你们会觉得游戏这种东西 会把害而无利吗 这个必然不适合 我上次举一个例子 就是前几年 日本的一个游戏叫做刀剑浪 然后现在国内 应该是也有引进的 就是它是一个 女性像的 日本刀你人的这么一个游戏 它其实本身的游戏性 不算是很强 但是它因为 就是给每一把刀 就根据它的那个历史的 真实的历史故事去 就是进行它 给它做人设 然后写它的故事 日本人对于那个 日本刀的那个关注 一下子就拉得很高 就会甚至会出现像 就有些博物馆 它就因为这个刀的缘故 然后一下子筹到了 很多钱 然后就去修复这些日本刀 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就是 游戏对于文化产业的那种 帮助物种提升 推动 推动 对 我觉得就是肯定这个 百号无一律 肯定是不对的 因为这个游戏其实是 就是从很 它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 从很早很早的时候 不管是中国古代 还是这些古希腊 都会有游戏 那它们的游戏可能是 就是从那起源开始讲 它们都是偏向于一种 功能性或者说教徒性的 比如说它通过这个游戏 来让你来锻炼一些 你生存的技术 或者你输入的一个技巧 对吧 大概是这种的 然后可能包括像这个 粗菊 或者说一些什么 就是中国古代有很多游戏 什么一些这个文人知识 它们尽量去玩的一些 对吧 可能到现在的话 就是电子设备 就会兴起之后 然后就是就会出现一些 就是能够一直让你去干一件事情 比如说像你手机 你可能会天天一直拿着 对吧 然后你可能也不需要 就不像以前那样 以前不能玩个游戏 你就要把人都聚在一起 是吧 或者说就是相对来说 条件磕磕一点 但是技术一发展 可能就越来越简单 我觉得越来越容易 把你这个随便好的时间 这个侵占 而且大家的这个 就是国内的这个环境 包括一些场上 可能目的就不是特别单纯 可能不单单 就是想让你去 享受一次非常美满的体面 然后作为你年生的一个回忆 可能并不是这样 他可能就是想让你把你先都拿走 然后把你钱都拿过来 然后他们的目的 就已经不是那么单纯了 所以说在这种 要嘈杂的这种环境下 好坏其实都是有的 比如说我看 刚刚这个 有一个几个例子 我其实也有一个例子 是偏这个游戏 就是非常有这个 社会价值的意义的 有一款游戏 就是专门 在这款游戏玩的 就是一个折叠蛋白 然后它是一款 这个科研类的一个游戏 就是科研类 他们好像在研究 就是这个逆转路煤 它的一个什么 勾到的一个拯接方式 但是可能有 能多少年 能数十年 都没有出这个结果